現在已經2點13了 來吧 既然要講就講了吧 對那個什麼 喬風傳 天龍八部 我拼了 喬風傳 天龍八部 不過今天真的可能就只能聊到喬風傳了 那個什麼 我看來那個關藍高手講的太多 不過大家反正也是喜歡關藍高手嘛對不對所以沒關係啦 我看一下喔 是有沒真的耶愛子沒有愛子算了愛子先不要講 我很喜歡愛子 我是說我看我看愛子真的是看到媽媽快哭出來 他但是他是一部 完全靠 有三四個演員的那種表演 然後呈現出來的故事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他的運鏡其實或是說他步調其實滿 滿令人睡著的 就是很很很很很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說你把那些演員拿掉真的就是 你如果覺得他冗長 可能就來自於你可能 對於他的表演什麼的可能沒有很想要吸收 沒有我是有吸收到 只是就是說 因為像他上一部那個父親 他是用超現實的手法嘛 所以其實 你對那些運鏡來講 你其實會被他的一個超現實的手法給吸引 可是就是說 他以畫面說故事的方式來講 就是說 他有有一點 太太太呆了一點 不會不會我覺得剛剛好 我還蠻喜歡 就是有點像是你剛剛所講的 就是有點像台灣電視劇的那種感覺 算是 算是他是成本 他是成本比較那個小巧精緻的一部片 但是我覺得這一部片 事實上給修傑克曼很大的空間表演 就是我有史以來看過 那個什麼 最能夠打動我的修傑克曼大概就是這部片 比羅根還要 比羅根還打動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因為 我 我並不覺得 我不會覺得他的 我不會覺得他冗長 因為我其實很想要知道他到底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對 然後我當然也會有點 我也有點焦慮 因為那部片裡面的孩子 的問題 很不具體 然後我也會跟著一起集 所以這個集 基本上會 反映在 那個修傑克曼他這個人的焦慮上面 所以我其實覺得他這邊拿捏是非常好 我也是有焦慮啊 可是就是 我其實我看 因為我也是算年輕 所以其實我 我看了說這小孩子想要幹嘛 可是就是覺得 你好像 因為怎麼講 你要裡面的表達方式表達出來 這小孩真的發什麼事之後 我們才會 有點像說 有點像說你的進度才會慢慢提 往往後延伸嗎 所以就是說 像你說的 他一直都不講 然後 可是我自己知道他是發生的問題 可是他一直都不講 我就覺得 有點 把我悶壞的感覺 就是 對啊 但是這是故意的啊 因為他就是要讓爸爸知道 就是 就是要讓爸爸產生這焦慮啊 然後 我覺得青少年不願意講 其實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只是 我 只是裡面有一場戲我覺得有趣啦 因為爸爸就後來再講說 我覺得我兒子很有才華 知道 然後 他不是還是什麼 什麼會寫書嗎 我那時候就有點想說 你兒子明明就沒有才華 他的表達能力這麼爛 你知道 他無法 他無法把他內心的傷 都很好的表達出來 所以 你兒子事實上沒有才華 是你自己在美化他 你自己內心覺得他很有才華 好 好啦 那個什麼 這個可能下個禮拜有機會再講 希望有更多人去看這部片 然後我們今天要 今天一定要把這個天龍巴布之敲鋒 因為 這是我個人的推測 我覺得那個什麼 本週 應該大家可能會去看的是我剛剛講的那幾部 知道 怎麼灌籃 自由沒根就算了啦 灌籃高手嘛 對不對 然後 炸團員啊 然後那個 我的婆婆把圈圈搞丟 山中森林 我是覺得他既然也在那個什麼 賀稅檔裡面 其實我應該要幫他講一下 然後當然就是這部天龍巴布之敲鋒鋒鑽 對 宙哥 那我剛剛講那個蓋薇琪那部新的 你會去看嗎 我可能回去以後找機會 因為他 這個時間 我其實覺得他在這個時間點放這部片 是非常不適合他的時間 可是我覺得 因為怎麼講 像我這幾天 我去看這點的時候 就是因為 那個學生已經放假 我覺得其實應該也還好 因為覺得 因為那個其實就是娛樂片嘛 他其實適合青少年 就是 我覺得其實是還好啦 沒有那麼的 那要看宣傳的那個啊 因為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 這就變成大家要再打廣告 對 看哪一部才那個啊 然後我個人覺得 我其實覺得傑森池塔 這一兩年其實比較 比較 比較 沒有知名度了 他開始有點頓流行 然後 還變肥 然後蓋瑞琪的 變肥是只有你才看得出來啊 這大部分人比較沒有那麼感覺 然後蓋瑞琪的情況 則是他前面拍完那兩部 他最娛樂的時間點就福爾摩斯啊 然後拍阿拉丁的時候 事實上那根本大家就不記得是他的東西 阿拉丁不算啊 阿拉丁不算啊 阿拉丁櫃子把現證 他就是只記得阿拉丁 不記得蓋瑞琪啦 那 呃 他後面這幾部片 因為都是以文 文藝為主啊 對 所以 變成 他也有點銷火 你知道 所以 現在反而變成 那就變成你要宣傳他 我猜是車庫的片啊 對不對 我記得他 應該是車庫的東西 然後 然後這部片呢 又在 等於是說 他如果沒有大 大張旗鼓的做宣傳的話 他可能 會很難 變成大部分人的第一首選 你知道 好吧 Alright 我先講他是 他是動作 諜報片啊 所以 是不會 不會無聊啊 是有娛樂的 嗯哼 而且蓋瑞琪那種 英式 英式幽默 嘴炮應該還是 是有的 嗯 好吧 那個什麼 要看 要看機緣 你知道 因為你知道 回到台中 那個什麼 看片比以前貴 好 我雖然不想 當然我這樣講 其實是有點那個賊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 小弟過去在台北 是有機會免費看到電影 哈哈哈 然後你知道 回到 家鄉以後 就變成 你必須要自己看電影的時候 突然間看電影 變得有點貴 你知道 像今天去看那個 灌籃高手啊 去看的時候 他跟我講 我本來還想要再找說 台中有沒有那種 那個 書局在賣便宜的電影票 這種 結果我找不到 找不到 我真的沒辦法 時間快來不及了 然後我就 只好直接去買票 然後結果他跟我講說 你這個時候買票 一張配合310塊 哇 那時候想說 幹 好貴 然後我就只要問他說 那會員有沒有辦法 他說如果你儲值的話 會員儲值的話 大概可以變成250塊一張 這樣子 然後 於是我就放了1000塊進去 你知道 變成要看一部片 我花了1000元 當然 這是個後話 就是 我先放了1000元進去 然後才看得到250元的票 哇 這個在以前 那個什麼 不可思議啊 以前 我還記得以前那個什麼 花旗 如果花旗信用卡的時候 在平日是有辦法 150元 150元 一張票 對 因為他用半價 我記得是用半價 對 但是 沒辦法啦 你知道 現在好像沒有辦法 對 Alright OK 來 天龍八部之喬峰傳 天龍八部之喬峰傳 講述北宋年間 丐幫幫主喬峰 英雄俠義 受武林擁帶 卻突遭只認為 外來入侵的契丹人 而眾叛親離 追尋紳士之名 尋找仇人途中 喬峰與慕容家的婢女阿珠 相識相知 情愚互生 兩人歷經 巨賢莊燕門關 禁湖風波 直至阿珠因馬夫人 設計而被喬峰誤殺幹 好啦 他大部分人都已經知道 如果是基雄明應該知道了 喬峰 終查出一切皆是慕容婦 為慕容 為復辟燕國的陰謀 喬峰 放了早上慕容婦誓言 報仇 你這把整部片都講完了 靠北嗎 雷光 不過話說回來 有多少人不知道 好啦 我在看完的時候 還跟朋友產生爭執 你知道 我朋友那個時候 非常的 篤定的覺得說 覺得今年那個時候 大部分人去看電影 應該都會選炸團員這部片 然後我那時候說 蛤 不是應該是 喬峰傳嗎 欸這真子彈欸 然後再來 他拍的東西還是金庸 他又說 有多少人看過金庸 我說蛤 什麼 蛤 真的 實彈已經變成沒有人看過金庸了嗎 我們今天 辦的那一場 就是他第一 我去訂票的時候 他這天只有三場而已 而且是最小隻的 我這樣跟半明處講好了 我們今天去大圓百看的時候 年輕人超多 可是呢 在喬峰傳上映的第一天 他竟然一間只有排三場 我們去的時候 裡面還小貓兩三隻 而且小貓兩三隻裡面 還只有我們這一群 是 是40歲以下的 其他都是50歲以上的 啊 金庸已經不在了 我覺得金庸可能 對很多人來說確實是童年 可是我覺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大家不會想要看喬峰傳 是因為 這幾年中國 或者說對岸 他們拍的那種 武俠片已經 把這種武俠片的信用值給磨光了吧 所以大家可能會下意識地覺得 好啊 你講的也沒錯啦 老實說在一開始 那個什麼 天龍八部喬峰傳要上的時候 我對他也沒多大信心 對吧 像你又問我說 像那時候你又問我說 你覺得曾子丹演喬峰怎麼樣 老實說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喜歡 啊 因為對我來說 曾子丹的型 跟喬峰差了十萬八千里 然後 對 這本來就是喬峰在那個時候 在 在 呃 因為 目前為止 我目前覺得最接近喬峰的那個什麼 形象的確是胡君 對 胡君 胡君 進入北方大漢啊 然後就有一種那種豪邁的感覺啊 對 他就是好像很義氣啊 然後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那個時候 他會 那個時候 非常的那種陽光 然後會 會那個時候很有朝氣的跟你講這些事情 然後對別人 就是拍胸脯的那種感覺 所以 他的那種氣勢有出來 對 那 曾子丹來演 基本上在一開始 體型上面就不太適合了 你知道 他感 基本上那個什麼 曾子丹就感覺起來比較小巧 你知道 他感覺起來 我覺得曾子丹很適合演的是這種 超級厲害的小小兵隊長 你知道 就不會覺得他是那種 那個 骯髒九尺的那種將軍的感覺 然後 然後再加上那個什麼 那個 因為胡君啊 胡君所演的蕭峰 其實是那種 那個什麼 欸 Leader 是要帶領所有的人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 讓大家 會很相信他跟著他走的那種 人 然後曾子丹一直以來 都不讓我覺得 有這種戲 你知道 對 所以我倒是說 我才一開始就已經不這麼感覺了 然後我 但是而且我也覺得 一過去 曾子丹演的各種的片 我覺得曾子丹 永遠都是曾子丹 你知道嗎 就 就他不會變成別的角色啦 你知道 就是他 一直以來就是 別的角色變成曾子丹這樣子 就是他是 他是一個 Cosplay的 那個很厲害的演員 你知道 就是 你可以看到 曾子丹演星際大戰的時候 他還是曾子丹啊 你不會覺得他是一個 星際大戰裡面的一個特殊角色什麼的 alright 好吧 那 但是 我看完了以後 這也可能是因為一開始的那個什麼 期望值沒有多高 所以看完以後挺驚艷的 好吧 有其他人看過了嗎 有啊 我也看過 好 我跟RPG也都看過了 好吧 那我看一下 RPG先好了 來 你這個地方感覺起來 給我一種在那個 寶劍室的感覺 為什麼會 你說我 我在後面嗎 對啊 在後面怎麼樣 你那個帘子感覺是 好像就是那種那個 連子是我的那個窗臉 很像學校 很像學校寶 一遍遍那種 學校寶 學校寶劍室 你知道嗎 你是那個什麼 保健中心主任 對 然後接下來會有 穿那個高中生說 他那個身體不舒服 要進來 躺在那邊休息 我的話最好 好吧 好啦 來吧 好 那 就其實 欸 我是算是書尼啦 應該是說我都 基本上金庸寫的書 我大部分都有看 嗯 除了那幾個比較奇怪 像什麼白馬笑西東 還有臉書 嗯 比較少人知道以外 剩下 像是最出名的那個 射妖三不熟 嗯 然後天龍 然後就是 夏娃江的那些 基本上在活動的時候 因為很無聊 所以我沒有 你有出事 我就想我都有看過 嗯 然後 其實 一開始那個 我覺得金庸 他這次拍天龍八部 我覺得蠻有趣 因為其實天龍八部在金庸裡面 算不算是最斯品的被翻牌拍的 嗯 因為像大家都看過那個李連傑演的那個 永遠不會到大都的那個 李連傢演的那個 老夫整晚都一炷晴天啊 還記得這個 我都忘記啊 對啊 然後夏娃江湖也有那個大陸有拍的 那個基本上完全快要 接近改編的那個 的版本 嗯 就是那個 我忘記那個演藝要所 就是那個 內部是最接近改編的 然後像什麼 尾小寶啊 那些 就是大家比較知道 然後神妖峽裡啊 然後 小小心也翻拍蠻多次的 嗯 然後 然後所以好像天龍八部 翻拍的電影 比如說電視劇 電影的部分好像很少 嗯 而且拍了也只能拍片段 因為我小時候記得我好像看過 天龍八部的好像是港片 就是電影的 可是好像是分上下級 而且主角好像一集是段譽 一集是虛竹 如果沒有記過的話 好像林青霞演李秋水 這很久以前 叫天山同老 天山同老 沒有天山同老跟李秋水是長得一模一樣 對啊 所以天龍八部就是他這次翻拍 我就想說不知道他會拍的怎麼樣 因為天龍八部真的很難拍 因為主要是他有三個角色 然後金庸的主角 你都知道越前期的越慘 所以你看那個蕭峰慘的要死 然後段譽也是 就是所有喜歡的人都是他妹妹 只有虛竹是人生勝利 對這種虛竹比較爽 但是他爸媽也死啦 沒有天龍八部之前不是被我嚇一個外號叫妹妹與他們的產地嗎 哈哈哈哈 對阿里佛 嗯 專產妹妹 怨天下有情人中全 怨天下有情人中成兄妹 那就是段譽的 嗯 OK 對然後 然後後面好像就是金庸裡面比較爽的那個什麼叫做那個 未消暴 剩下那個什麼石破天啊那些什麼 那石破天手斷掉手被削斷 然後什麼斷一隻手的羊過嗎 不用說 我沒有右手 如果有孤步啊 嗯 所以 欸他翻拍的時候 然後可是我我看他有副標寫蕭峰傳 我想喔那應該他只是專門拍蕭峰的故事 嗯 而且還真的是很徹底的蕭峰傳 完全 斷育有出來 因為蕭峰 嗯 那天龍八部裡面蕭峰最後也是有改姓了 改名叫蕭峰嘛對不對 蕭峰啊 所以蕭峰部分完全沒有 真的是蕭峰傳 對 對 OK 好然後一開始其實我跟醋大想的蠻像的就是看到是曾子丹眼神 就是大家知道那個契丹人就是因為那個胡君給人家印象太深 不是因為曾子彈看起來就很南方人啊 對 絕對不是北方大漢 對 對啊 而且我覺得就算胡君也沒有完全我在書中看到的蕭峰的那個感覺 因為他是應該是 就是應該不像正常人的那個身形 嗯 就是實在 對 然後可是 就是我看完之後發現 其實還不錯 嗯 就是曾子丹其實也還不錯 他又把 雖然那個霸氣可能沒有那麼重 可是我覺得他有把那個江湖跟那個他的那個瀟灑 還有他對那個道義的追求 嗯 就有一點出來 嗯 OK 所以 OK 然後那就一開始其實我覺得他前面就用很快快的幾個鏡頭來解釋那個 蕭峰的聲勢 但其實有解釋跟沒解釋一樣 所以你不是署明你還是該 ¡快速講一講! よ 但是其實其實我覺得好像不用特別提的 老實說那塊真的不用講 因為 因為金庸裡面也沒講啊 呵呵呵呵 Ты 何苦不用講 你知道他真的只要把 那個時候跟段隧結拜那一團 先演出來這樣就好了 其實他前面有一幕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他那時候還是小時候 他就有搬那個場 就一次搬超級多 所以他那個編劇有細節 就是把他這個天賦異稟 就一開始就有加進去 然後就接下來就到那個第一場 然後我就那時候他直接跳到那邊 我想說好他就是沒有想要給你解釋 就是如果你是原著書名你就懂的都懂 他如果不是他也不想跟你講你就看吧 對OK那其實第一場我就蠻期待 因為那個第一場他打那個揪魔智 那揪魔智最出名的武功就是 除了小無相公以外 火焰刀 火焰刀 對你看我們都知道你知道 你看果然那個所有全部都金雄迷啊 火焰刀 可是這部變成火雲長的感覺 可是他好像在用 他後面比較有那個氣功的感覺 就是爆火嘛 然後這邊發火焰連彈 我想說你是那個賽亞人在對撥是不是 那個小氣功那個感覺 不過他既然肯上在他火 那個手上上火焰特效 我就知道他的那個改編的那個不是亂來 就是 喔沒有你怎麼這樣說 那人家天昌通常在空中飛行 然後發出子彈那個 你要怎麼說 然後 想當年我看到天昌好好那一部 那一畫面我立刻倒大把他立刻關掉 幹這才不是金雄 傻小 你知道 你把他當成是雷電在演這樣子 讓我想到那個很像那種 以前那種那個 玩那個什麼射擊遊戲 頭十塊那個雷電在那邊放彈幕 那種感覺 你知道 我很痛苦 你知道就兩個人在那邊飛 然後他還把他擊墜 你知道 然後接下來他就墜落 我想 你們是用人在演空戰 你知道嗎 那不是金雄啊 幹 你知道嗎 好怕 好怕 好怕那個火焰招 出來之後我就想說 好後面應該穩了 我想要看到翔龍十八掌跟那些 比較屌的那種武功特教 應該是有 就是他有要再還原 但是 有一點比較可惜 就是我還是沒有看他打出翔龍十八掌 的時候有龍飛出來 不要啦 拜託不要 不要那麼巨像 這好討厭啦 真的 你這樣他龍飛出來 就會變成像那個 少林足球那樣子 你知道 不舒服 不要不要不要 那個我覺得太超過 如果那樣子我受不了 你知道嗎 好 對 不要像那個 射雕英雄賺的那個 李亞彭版 然後 還要發出龍的聲音 你知道嗎 就 喔喔喔喔喔喔 然後想說 幹 你這 太超過了 不要這樣子啦 那個一揚紙 不是要發出金光嗎 然後就那個 沒有 這次都沒 那個東西他都把它做得比較隱晦 火焰到已經最 最明顯了 對因為其他的部分都是氣境啊 他是那種空氣的那種氣境 的那種東西 沒有 沒有那個什麼 發出光劍什麼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拜託不要出現這個 那一次出現這個 我立刻他在腦 我心目中立刻成爛片 你知道嗎 真的不行 對 就那樣會變成卡通了 不要 我心目中的那個 我心目中的金庸不是那種東西 對 就是他要 他要能飛沙走石 他要能夠打破牆 但是呢 不要太具象 他不要太具象 他不要旁邊有火啊 然後或者冰啊什麼東西 那種感覺很 就讓我覺得 那個那樣子就很像日系 比較奇幻 沒有 那樣就會變日系RPG的那種味道 你知道嗎 比較奇幻風 對對對 他就變仙俠奇幻風 不要 那是神仙打架 我不要 我不要那樣子 對我要的是 因為主要因為我 金庸的小說 很特別 他常常會有非常多拳腳功夫的 詳細描述 對 所以當這些拳腳功夫的詳細描述 你會覺得好像真的是 有功夫的練家子在拆 拆招的感覺 雖然天龍八部算比較 在這系列裡面已經算是比較奇幻 他大概在整個系列裡面是很奇幻的 有一說是因為是尼匡有代比啊 所以尼匡就比較少這種東西 然後常常會有很多那種 比較奇幻的武功跑出來 所以什麼六邁神劍啊 這種在後面的其實幾乎都比較少 少看到 對那 呃但是 但是那個什麼 我對於金庸的想法是我看到他的 呃我之前好像有提過 我對於金庸的想像 是比較接近像臥虎長龍那樣子的東西 就是臥虎長龍的那個什麼 輕功 你可以看到 有人正在竹林上面飄逸 有借力的感覺 有借力的感覺 然後可以飛比較遠 然後因為以前 以前也許不是沒有這樣 但是以前那個什麼感覺起來 好像導演很怕 這感覺起來好像有點不夠力啊 所以我攝影機搖一搖這樣子 你知道嗎 會在那邊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 你就覺得很痘痘 然後說拜託你攝影師不要亂動 我想要看一個遠遠的 好像一個特技一樣 然後慢慢的飄過去 那只有臥虎長龍才這樣用 你知道嗎 一個大遠景 然後那個兩個人這樣臨虛而過的那種感覺 你要看像徐克的 徐克的一聲 攝影機在那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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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對 然後或是把劍插在地上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還要喊一聲 蕩箭士 我也很逗 我那時候想這也不是金庸 你們在那邊幹什麼 不要踩在箭上面 很討厭 所以 這就是魔改 他不僅故事亂改 然後他連那個打鬥也亂弄 就是感覺起來好像 你不知道如何呈現出裡面的感覺 我乾脆用比較另外一種方法 這樣子 你看我多厲害 然後攝影機在那邊搖來搖去的 連王家衛拍東邪西毒 也在那邊胡來胡去的 你們給我看一場 那個什麼真正的打鬥是有多難 你們明明每個都練架子 那個什麼 鏡頭擺在那邊你給我拆 是很困難 但是好像90年代的每個人都不太甘願 所以每個看過金庸 全都魔改 真的真的真的 這次天龍幫我還終於 看到我 我看過最終於原著的改編 真的 好吧 那他前面還有一個細節 就是那個喬峰第一次跟他打的時候 那個揪魔軍就喊說龍爪手 好像演作中也有 你看他跟他打就是龍爪手跟他打 對 然後他前面有帶段譽出場 雖然他只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拿來搞笑的工具 他只是被點穴而已 今天才有人跟我講說 段譽那個什麼 從頭到尾只出兩顆鏡頭 兩次出來都是被點穴 他的功能就是被點穴而已 而且還是被拿筷子插 然後比較慘 是正點 然後把他後面就進到 就反正這幕結束 簡單交代一下他們結拜的事情 都直接進到第二幕 就是 那個逼宮 就是蓋方要逼宮了 然後那時候就是 因為看過原著 我都知道是馬夫人 康明在搞 但是我第一眼看到的康明 就是我看到的玄角 我就想說 原作中馬夫人 應該是一個很騷的女人 才對 你這就不懂 這時候怎麼會騷呢 所以說 我一開始很疑惑 可是我看到他後面 最後那場 他跟白試鏡的那邊 對啊 對啊 沒耐性 他一開始那個時候 一副癥結牌坊 怎麼會很騷 你知道 他到最後才要顯現出 那個騷的樣子 你們那個一開始都已經 陷入為主 他應該很騷 怎麼不騷 他在這個時間點 這場戲裡面 他明明看起來像個獵父一樣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很騷的樣子 對不對 你也很癥結獵父 對啊 就是變年很會變 沒有他穿著術 然後看起來 就是一副很無辜的樣子 然後一副很兇 又很怨恨那個什麼 感覺起來大家好像 都會都會都會 都會同情他的那種樣子 必須要這樣子 對啊 好吧 然後後面他就被逼公玩 然後 那時候鏡頭就直接帶到那個 慕容婦那邊 然後我不 我不記得好像原作 他們那時候慕容婦有沒有出現 記得好像 沒有慕容婦的部分都是 都是 他都是改的 但是我並不覺得他魔改 因為老實說 我覺得他把它改的 反而比金庸本來的那個東西 還要還要合理 因為 因為本來 很曖昧不明 你知道 你不知道為什麼那個陰謀 是這樣產生的 然後慕容婦的行為 感覺起來 也感覺起來很鬆散 你知道嗎 對 好像到處遊歷 然後每個那個時候 看到每一個都想說 這東西對我 對我以後復興有幫助 可是他感覺起來 對於復興大業 好像很沒有 很沒有很沒有計畫性的感覺 對所以 他這邊終於寫的那個什麼 慕容婦好像感覺起來 有在規劃的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 我覺得他這邊改編是不錯 你知道 因為不然他每次 我覺得慕容婦 根本就很浪 很廢啊 你知道嗎 就是 他也是在那邊到處 你知道到處遊歷 然後每次看一看 就說 這個以後對我那個有幫助 可是你問他要如何復興 他好像沒有一個很具體的一個計畫 你知道 對 瑞阿 嗯 所以 反正那時候我看到他的時候就覺得 欸 就是 他後來我看完之後 就覺得他魔改 但是一開始看到的時候就覺得 欸 慕容婦不是 不是公子嗎 就是 他那書裡面應該是一個 大概20歲的年輕人 喔 你說他看起來比較 變成 一歲的油膩大叔 不會啊 我倒覺得這樣還可以 對那個 而且我覺得他是裡面演戲也最好 他的念白跟什麼 哇 那個是大概是裡面最強的 對 有些人都覺得他還應念 對 喔 OK 然後他那時候有 特別 take 一個鏡頭給 那個阿豬 嗯 那時候就知道欸 這個是女主角 但是 我想另外吐槽一下 為什麼王雨淵沒有出來 王雨淵幹嘛出來 對 對這場戲沒有幫助啊 那個只有在斷獄當中才有幫助 王雨淵這時候出來幹嘛 對 這就是我所說 所講的這個編劇厲害的地方 你知道嗎 不必要的東西全部砍掉 你知道 不要在那邊想先有的沒有 因為這對喬峰的故事沒幫助 不要講 對 而且這次四大惡人也沒出現 對 四大惡人也沒有出現 不需要講 講那個就是 一旦講那個 這個金庸的故事就亂掉 這個人的故事就亂掉了 所以我才會說他是 他知道要拒捨掉哪一線 哪線要留著 對 另外我還想說一點就是他 我不知道他是因為應該是 他的節奏 必須要講太多事情的關係 所以他 很多事情都是很快很快的 對 默認你知道 就像 他之後反而他打完 那個蓋幫弄完之後 他就是去回去找 回去少林寺 然後那個阿紫就 因為他原因 因為他原因被打 被打了一掌 他就帶他去撩掃 然後他中間那個感情幾度快 幾度升溫的那個部分 他就是很快的用一場 晚上在那邊說話的戲 OK 就讓喬峰 認同了他 然後他也 他也喜歡上了喬峰 然後原作應該是 吃包子 吃包子那場 我記得 就是 有點忘了 太久 沒有啊 就還本來原作還有那個 把他衣服解開 然後把藥磨在他胸部上面 然後阿珠 然後阿珠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他是個年輕女妹妹 然後那個時候 一個大漢就這樣直接 把他衣服拉開 然後手摸他胸部 他就羞紅了 就有這樣子的戲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那裡面沒眼 沒有抹胸部了 太可惜了 這裡面最大最裸露的戲 只有那個什麼 我們馬夫人肉腿而已 沒別的了 可惜啊 對 對 反正 可是我覺得就是 如果以電腦 不是掉 就是電影裡面情節來說 其實 我是覺得有點合理啊 就是因為 那個阿珠 畢竟是一個16歲的那個少女 對不對 然後他肯有一個男人肯為了他 而且又帥 然後又是武功高的男人 他還為了他可以去挑戰 就是為了他不死 打爆鬧多 就有點像陳佑上次講說 女生為什麼喜歡八加九的原因 對 就是換到現代來說 就是一個又帥又有錢的八加九 肯為你出去跟別的男人打架 那個妹子聽到 而且是幾百個為一個 然後他一個人挑這幾百個人 這樣子 那邊很爽 那邊超厲害的 所以就是反正阿珠就喜歡上了他 然後這段就是 因為我有看過原著 所以我蠻可以接受這個心境轉變 但是我那時候出來陳佑的跟我說 他好像不太能 不太吃得下這個不太理解 對對對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是知道原著的 所以可能比較容易了解 對 然後再來就是巨賢莊那段 我覺得他 他的細節都做得很好 就是他的 他真的就是除了木龍腹以外 剩下的東西 我覺得他都是照原著去改 像是那個 我跟陳佑講 是他們那個遊士幫助 就是那兩個人 他們用的武器是那個盾加盾加刀 在那個原作中好像有特別形容 他們用什麼什麼亂棍 什麼盾法 他們有他們的那個正法 然後什麼 對對對 就是那些都有還原出來 對 可是那個然後喬峰還有一個是他就是用那個 戲版加西來西去打 來打去 就知道 就在原作中那個好像叫什麼 擴擔擎龍宮 擴擔擔擔擔擔擔擔 就是 在他在打鬥中他也有把他做出來 對 不過比較稍微有一點可惜 因為他一開始 最一開始打的那幾 就是那些人應該用太準長拳 對那邊倒是沒有那麼一一的對打 他在打鬥的部分沒有真的照本宣科的肉 對OK 然後反正我覺得他那段打戲真的做的蠻 我覺得蠻厲害的就是他把 他把那些力道或是他比如說他打一打 然後他利用劍或是什麼 雖然後面還是有那個放播的部分 但是那個播放的感覺也蠻合理的 然後後面他被那個人統一到播放不出來 那個A段也是蠻合理的 然後但是就看到那邊 如果如果不是就是元舒敏應該很緊張 因為蕎峰是必須要再見 但是有看過書都知道 他本來會來救他 我們非常平靜的看這場戲 就是沒有說看精彩看場面 他這邊那個什麼 他這樣演 第一次看到有人終於把這個弄出來 這樣子 因為他的小說裡面講的飛沙走私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我們每次幾乎都看不到這種東西 因為電視劇沒這個場則啊 根本沒有這個成本做不出這種東西啊 然後你那個其他的東西那個時候我們也不敢不敢失望 因為他們都魔改的導演 他們一定會那個時候用那個時候 淘穀六仙變淘穀二仙有沒有對不對 然後花山派變兩個那個時候 說要去強姦人家的 對啊 那就搞笑就處理掉 然後你就看不到這個場面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就 所以看這個燦這場打鬥是驚喜的 真的說老實話是驚喜 這場甚至比他最後打那個慕容那場才有精采 對啊 因為那後面是單挑 這個這個基本上是一挑白 這個是最大場面 然後對 那個那個那一段就是就是很厲害 然後 然後後面被他把那個救走這段就 不要說因為那個劇情就就就就有看過都知道 然後 然後後來他就就就是去跟阿豬會 然後 他就去就是被那個 馬 康敏騙說那個斷政層是代表大 所以他要去殺斷政層 然後 我那時候其實心裡我在想說就是 他他既然是改編的 那可不可以不要讓阿豬死 就是 吃心你知道嗎 就你是書名你就 幹 因為你喜歡阿豬嘛 你就不希望阿豬死嘛 是吧 對啊 那可以改編從前有個天龍發布 不是因為 就是這樣說就是你看他前面都可以用內力把他那個護住 為什麼他幹了他那個強龍之巴掌以後不能再一樣用內力把他護 就是一樣把他救回來 而且那個斷政層還是異陽子傳人 異陽子最厲害的就療傷嘛 為什麼 不能 稍微魔改一下 就是可能他爸爸救回來之類的 但是 不改也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去看的觀眾 會很刻骨銘心 就是 啊 幹就是 你成功讓我喜歡上這個 角色 雖然他可能年紀比原本的設定有點差 有沒有 巧的關係 原本應該是一個16歲的少女 嗯 然後那個裡面的應該有20歲左右 嗯 不過 他還是 他也我覺得他演的真的蠻厲害 嗯 尤其 雖然一開始因為他那個眼睛很大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 嗯 特別選了一個 眼睛這麼 這麼水汪汪的女生 但是 後面 被他看久了 就 他真的好 好 好那種柔弱焦弱 這個 那個感覺真的有 就是像書中裡面寫的有 有演出來 就是 嗯 就是一個知心的少女 嗯 少女 對 然後 所以看完看那段時候就是真的 就是 雖然知道他會死 但是 真的看他死還是有一點點難過 嗯 對 然後 那最後面那就是 反正知道是孤出慕容做的 就是最後打了一段戲 嗯 那 那段戲 其實我覺得那個 這個孤出慕容好像在裡面就是 除了那個 能力就是長相跟那個 謀略被魔改了之外 他武力值好像也被魔改 他應該是 因為他前 他後面有沒有知道那個斗轉心 你把那個橋峰小龍直發掌 靠回去 那好像書上是他根本就接不住 就是他 他比他爸錄很多 的那個感覺 嗯 對 但是 最後面看到那個 那個 葉石斧用日智沖拳暴打那一段 那一段其實我有點出戲就是 哲峰為什麼一直 感覺好像是 葉問附體的感覺 裡面 欠人家中路 弄他中路 但是打完之後還是有點 暢快靈異的感覺 就當我以為 然後他後來就把阿豬的屍體 就是帶回大賽那邊去葬 就當我以為他要全劇中的時候 他就給我閃一個 另外我提點他那個螢幕的亮度 是不是他故意就是拍點怎樣 因為有時候我就覺得他忽然暗了又閃 暗了又亮 就是最後面那幾幕 有時候眼睛好像忽然被閃了 欸沒有啊我沒有感覺 還是那可能是你們戲院的 那你是在哪個戲院 哪一個戲院啊 那個大圓百 大圓百 那應該 他好像要忽然要暗幕 可是他說到一個還沒有完全暗的時候 他就直接放直接切下一個 有可能因為這部片他最後的 我那時候去看是特應的時候 他最後面的那個什麼片尾字幕 捲得非常快 對他捲得非常快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他這部片的本片 應該更長一點 然後他可能為了要讓波翼的時間縮短 他有某些地方然後 可能處理了一下這樣 對就是尤其是他那個我覺得他那個捲動的速度非常快 感覺起來就是 那個時候可能為了那個時間上面 那個下一場要趕快上 所以他那個最後字幕那個超級快 然後我上次看到這一件有這麼做的 就是我工作過當家的素環針 還有要求那一百分鐘 那個最後那個什麼故事都講不完 你知道然後那個 好不容易講完了 於是最後字幕超級快就上來了 然後我要找一個我名字都超級辛苦 馬上就上去了 這樣子 然後因為最近在那個myvideo有看到嗎 就是那個素環針都有 然後我在看哎呀這是正常捲動 那就是慢的 然後對所以也許以後串流他就就就慢了就會回來 對很好 然後反正他就最後面那個 就當我要結束的時候 忽然那個那個慕容他爸 至少慕容什麼龍城吧 忽然又出來然後還把慕容附給救 然後另外一邊鏡頭轉到 比較老的真子丹眼的那個蕭遠山 然後他們就最後沒有那個兩個相對式 慕容附跟蕭遠山的那個什麼 的面對面這樣子 面對面嘛 我就想說哎是不是很可 有如果票房好 他是不是有機會拍第二集 他是很有可能有續集啊 對就是接下來就變成蕭峰轉 超級氣單的 因為蕭峰因為蕭峰的故事根本沒演啊 對他後面還有很多事耶 然後所以一開始我很擔心說 你這個節奏你這部電影演得完嗎 你知道嗎 因為他真的跟阿豬的故事 那個什麼糾結了有一段時間耶 然後說以按照這個節奏那個什麼 他真的有那個什麼 對超級氣單人 他一開始 而且他到他成為超級氣單人 前面還有去 還有去那個什麼 驚人那個地方 還遇到完顏 完顏家的人 然後還有那麼一場戲耶 哇那那個時候那邊怎麼辦 你知道嗎 當我看到阿子的時候我也嚇一跳 阿子你也要講齁 阿子也有講齁 阿子今天講很慘耶 對阿子的故事可能比阿豬還更長很多 然後 然後 所以阿子的部分也有點改掉啊 他也讓他趕快在最後一場決戰的時候 起了一個好像他也是個夥伴作用的 但是 沒有讓他但是他沒有讓他反客為主啦 因為那個 老實說阿子的部分 在天龍八部裡面 阿子的篇幅比阿豬還多 因為阿豬死得太快 阿豬死得很早 然後阿子基本上就是常常在 在給 給 給喬峰找麻煩 所以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 喬峰有點拿他沒辦法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阿子就是喜歡 喜歡喬峰啊 對啊 可是喬峰就是喜歡阿豬吧 所以他就是 他只是照顧阿子 然後就覺得那個時候 我不能夠 我不能讓我 我的太太 我不能 讓我太太的妹妹 然後就這樣子 那個 而且因為他也是不小心把他打中傷 然後他們兩個 所以阿子後來都 都每次跟他吵架的話 都都是贏的你知道嗎 對 你打傷我姐 現在又想打死我 然後 他裡面會講這個啊 然後而且他還會酸喬峰 對 你還說 你還說他是你愛妻 你跟他沒 你跟他跟我沒結婚啊 然後 然後 講到喬峰每次都 那個時候就 挨他罵 你知道嗎 然後 又在後面又有那種 那個時候覺得喬峰不理他 所以 就故意去跟尤坦之在一塊 這樣子 對 然後尤坦之那個 基本上是那個什麼 對 金庸 金庸 金庸史上第一工巨人 你知道 就是 只要是阿子 所做的事情 他叫我去殺人 我立刻就殺一堆了 給你看這樣 幹好恐怖啊 你知道嗎 然後而且也恨透喬峰 為什麼阿子就喜歡他不喜歡我 你知道嗎 幹嗎一大堆的事情 你知道嗎 都沒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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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喬峰傳演故事演完 大概 也不過到達 金庸天龍八部的 第二集的後 的中間一半而已 你知道嗎 你就知道天龍八部的多難改 你知道嗎 對 好吧 不錯阿 我真的覺得他這次 幹的真不錯 期待他有下 下 那個 我希望他能夠做好 對 可是我覺得他台灣票房 應該不會太好 就是以今天的狀況來說 嗯 希望他能夠好 對 因為我其實覺得他大概在 算是這一次 本次春節檔 最令我驚豔的一部片 你知道 就其他的我都沒有什麼預期 也覺得還不錯阿 對 但是也不會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在預期之內 或者是 比預期稍微好一點 但是 天龍八部 蕭峰傳是 我本來沒什麼期待 幹還不錯 你知道 真的不錯 你知道 沒有他 他有問題 他有問題 我等一下可以來 對 好吧 好吧 那就 就這樣 來 來 來 那個 等一下喔 布萊恩 我有看 你有看 那個時候 藍藍的布萊恩 欸 打從一開始 我知道 這一部的話 有王金監事的時候 我就非常害怕 對 我聽到王金的時候 我也是因為王金監事 感到有點 驚慌 你知道 對 以前那個 以天龍記 就要在搞 搞爛 老夫每天早上都移住晴天 你幹 麻的 搞完張武記要搞喬峰 不會吧 所以我會覺得這部 可能 一開始大家興趣覺得 就是因為 上面有寫王金 讓我有點緊張 大概 大概就是有點退避三色 而且他第一版 出來那個海報啊 喬峰拿把劍 大家心裡就七上八下說 你王金是要魔改人家 喬峰是用掌的啊 怎麼可以拿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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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然後 但是我覺得 這次算你百年比較正 那我先講 因為我本身也算金庸書 我大概 國中 國一的時候 看的第一部 金庸的小說 其實就天龍八部 哎呦 這難 這難 我的第一部是射雕英雄傳 射雕比較好入門 對啊 一開始我還 那個時候想說 我要看俠客行 結果我吃不太下去 對 所以後來看 就先改看那個 不過那個時候 不叫射雕英雄傳 那時候叫做大漠英雄傳 你那版本的書 我現在還有白皮的 對啊白皮 那是我媽買一整套 結果被我翻到 那個什麼都缺液爛掉 對 對不起他 我應該要買一整套 好好 我看 那個小 天龍八部的小說之前 其實是先看港劇版 就是1982年的那個港劇 就是梁家仁演的 喔 的那個版本 等一下 你是很老嗎 這怎麼會 梁家仁還蠻長的 那是因為台灣後來電視上有播 他不是當時就播 不是1982年 1982年我才兩歲 對 他是好像後面 而且後面 我也不是完全看那個電視 他主要是看錄影帶 因為那時候 不流行租錄影帶 看港劇 對啊 這港劇很多欸 好吧 對啊 而且因為當年 這一部的話 好像聽說非常經典 因為之前 也是有電視劇改變金融的東西 可是不是很成功 這一部是真正 大家覺得他真正改編成功的一部 然後後來很多 金融的改編的電視劇 常常會以這一部當作一個 什麼叫指標 或標竿 標竿 標竿 評價超級高的 然後 後面就是大家會把這個當作一個標竿 而且 這一部 除了經典改編成功之外 他選角成功之外 他的音樂 他的歌曲 當時也是宏吉醫師 他裡面有一首 萬水千山綜合 是非常有名的歌曲 他的旋律是 結果這次電影版 他最後結尾 音樂有用這樣 對 有繼續用 表示這部的版本 就是被大家肯定 所以他也繼續沿用 對不對 也是稍微有點賣情懷 因為這部講的音樂 就是很有名的顧家輝做的 香港很有名的音樂家 因為前陣子他才過世 對啊 所以 如果是你從小看港劇 尤其TVB港劇的話 大部分的那個 很有名的港劇的主機局都要做的 比如說楚流巷啊 上海灘啊 教育背道啊 對啊 都是他做 所以 當最後那個結尾的時候 出現這個旋律的時候 哇 那當時看的情懷都湧上心頭 對 但是我覺得 單除 就看 這部改編的話 我是覺得還算蠻成功的 雖然大家可能覺得 曾子丹演 喬峰的話 只要我 不夠挺拔 但我覺得他有把那個 就是喬峰的英雄霞氣 那個非常正派的道德觀跟 好簡易的那部分有演出啊 我是覺得還可以啊 就不會到說那個人跟那個角色完全 兩馬式完全不搭嘎 他有把那個英雄氣概表現出來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他跟阿豬 這個感情戲 算也配合得不錯 而且他這部有一個細節 就是阿豬那時候被他打傷了 他療傷那時候 他不是有跟他講一個故事嗎 小時候就是 他爸生重病 然後有個大夫 沒有移植他嗎 然後他去 就刺死那個大夫嗎 其實這個在小說裡面 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可以帶出這個人的個性 但是我發現好像大部分的 擺編版本 都會把這個東西掠過 反而這一次 他有把他拿出來講這樣 對 我就覺得 他有把他原著想要傳達一些概念 就是人物的角色設定的東西 把它講出來 但是他就是聰明一點 就是把一些比較不需要的 一些旁枝的東西刪除掉 因為金庸他要改編成影視劇 最大的麻煩就是 尤其是電影 因為電影有時長的限制 大概只能演兩個多小時 可是他的東西都是大堆頭長篇的 尤其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 是他最長的一部 對 大概跟除了這一部以外 再來一部更 跟他差不多長的就是那個 尾小寶 是五集 而且 對啊 而且 要改編成兩個小時的電影 非常不容易 但是 之前也有改編過 可是幾乎是那種魔改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 把所有的情覺全部都省略掉 然後只講一件什麼 安怨情仇 這樣子而已 對 然後 連角色的個性都大改了 那種 對啊 可是這部很臭 他就 還是保留了角色性格 跟主要劇情 可是把一些部分 三組 他就很集中講巧風的部分 因為很明顯 段譽的部分 那個主線完全不講 段譽的部分要講 又一部片 那個 基本上也應該兩個鐘頭 跑不掉 對啊 所以 如果他要拍的話 拍那個前傳 就可以拍段譽傳 我也覺得可以 我其實覺得也可以拍段譽傳 段譽傳 事實上也是 是可以講的 只是跟喬峰 真的是非常不一樣的事情 對 因為 他比較特別 除了他 他就是篇幅比較長 因為他是少數那種多主角 就三個主角的故事 對 因為前部 大概前十幾回都是段譽 然後後面的話 大概二十到三十幾的話 主要是巧風 然後後面 大概 三十到四十幾 主要是曲主 然後最後十回 就是三個人聚首的故事 其實 你要改編 真的完成版 難度超級大 但是我覺得 他如果要 要 把這個故事講完 我覺得他可以學 漫威那種方式 有沒有 每個角色 獨立 講 最後再會整 對啊 從者聯盟 沒有其實天龍八布 最後真的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會先講 先講 段譽 再來講喬峰 喬峰講完 沒有他還沒有講虛祖 現在有坦之 然後接下來才有虛祖 因為虛祖的故事最夢幻 你知道嗎 虛祖的故事根本 好爽 我真的覺得 你要說他是個主角 我都覺得 為什麼他是主角 因為他的故事也會變 他的遭遇太奇怪了 你知道就是 陳佑 陳佑有看過 知道許祖的故事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我講了讓你羨慕一下好不好 他本來是少林寺的一個和尚 小和尚小沙迷 對 然後有一天 突然間 被抓走 被抓走 然後那個時候 硬要穿他武功 他不肯 是個老婆婆說要穿他武功 不肯 你知道嗎 不肯然後他就很生氣 因為他就說我是少林寺弟子 然後我不可以在那個 然後那個老 他前面應該是無牙子 先傳他內力 對對對 他在一場打鬥的時候 那個時候破了蒸籠棋局 對 就是看人家下棋 看人家下棋 然後那個時候 出一指 然後莫名其妙 就是讓大家 就是反正那個時候 大家都覺得這是很爛的一招 結果沒想到這真的是破那一招 正好是要破那一級的一招 然後就在這一段關期的時間 他已經莫名其妙 獲得了很強大的內力 功力 然後接下來呢 那個 傳他功力的那個人的情人 也是個老人 老女人 就是想要傳他 武功 然後他就發現 他就死都不肯 因為他覺得他是少林派子弟 這樣子 又是個和尚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去學人家 那種奇奇怪怪的武功呢 結果那個人 那個老婆婆很生氣說 既然這樣 我就讓你破戒 你知道 他就把他 他就把他 打他就把他 點 點穴以後 然後丟到一個倉庫裡面 然後呢有一天 再抱了一個人來 然後那個女生 沒穿衣服 然後把他把他綁在一塊 結果兩個人就這樣 打了一炮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時候 他 從此以後愛上他 然後那個 這更有趣 一片漆黑 完全不知道對方是誰 然後可是兩個人就開始談戀愛 你知道嗎 然後說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你叫誰 我只能叫你孟郎 你知道嗎 然後許祖說 然後許祖說 你是我的孟姑 然後 然後接下來就這樣 打了好幾天的炮 然後這個 出來以後 然後老婆婆很高興的跟他講 你現在破戒了嗎 然後 前話後略 他接下來 最後變成靈鳩公公主 然後旁邊有一群 那個什麼那些 那些他的侍衛啊 什麼的他的手下 全部都是漂亮女孩子 你知道 然後呢 他可是他就是 心中還想到他的孟姑 他不知道他 他就 接下來故事就是 他在尋找 他在尋找他想像 他的那個那個孟姑 你知道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樣子 他跟段譽 一拍即合 你知道 段譽那個時候 正好苦練王語嫣 你知道嗎 對然後苦練王語嫣 然後王語 就是王語嫣都喜歡慕容婦 所以 雖然段譽跟王語嫣那個 算是合作無間 一個 一個只會聽話的 然後一個 沒有武功 然後眼光很好 就變成沒有眼光的人 在指揮 不會武功的人 打功夫 然後都贏這樣子 然後甚至還贏了慕容婦 所以慕容婦很氣他 然後王語嫣就覺得自己 那個什麼 惹哥哥 惹表哥生氣這樣子 但是 基本上就是苦練 然後兩個人 那個什麼 有一天這兩個人對坐 兩個人一聊起 彼此的情傷 一拍即合 你真是懂我啊 我們結拜吧 你看 有這個 男高手 對 就是工程良天 跟櫻木花道的那種關係 你知道 這兩個都苦練的男人 哎呀 那個什麼 只有你懂我 兄弟啊 那個相識一場 我們就結拜兄弟吧 這樣子 而且我跟你講 我之前還有一個結拜大哥 他也是你大哥啊 所以喬峰莫為其妙多一個師弟 你知道 所以 喬峰跟許祖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情義的 完全是因為 段譽 有一個弟弟 那個什麼 所以好啊 你也是我弟弟 這樣子 許祖的故事最妙 但是我小時候看的血脈噴髒 你知道 哇 你同心跳的 你知道 OK 他就是 也想要中樂透 對啊 好想中樂透 也好想要那個什麼 也好想要有這種招藝 怎麼那麼爽 對 他最後找到了他夢中情人 還是西夏國公主 他裡面還有一種戲 就是完全是他也是在旁邊當路人的 反正就一群王子 準備去那個什麼 跟公主那個什麼 就是要通過他的考驗什麼 就是除了段譽 因為段譽也是大禮國王子 對不對 然後慕容婦也有去啊 對然後誰誰誰都 我記得西藏那個土藩國 然後也有去一個這樣子 然後就 要他念出某一段的話 然後大家都把他念出來 然後就 虛祖 偶然念一下 然後裡面 啊 就是你 他本來只是路人 你知道嗎 然後那些王子什麼的 都完全沒中 你知道 就 那個公主在徵婚 好吧 很有趣的故事 那個天龍泡布超有趣的啊 對 好好看吧 對 嗯 我改變了 就是他平衡太大 所以你只能盡那麼濃縮啊 對啊 因為金庸自己本身也有講啊 啊我的東西 嗯 不好改的話 你就 欸如果不好演出來 那你盡量三嘛 但是你就不要亂改嘛 對 但是他顯然這部的製作群 就 聽到金老之前的想法 就是 我保留 主要角色 故事架構 可是一些 支線東西我全部刪掉 嗯 所以 段譯的線 我就全部 嗯 幾乎砍掉嘛 只是 只出現他被 直接情到那個大宋那邊了 嗯 然後後面也沒他事了 就可以繼續 直接講 喬峰的故事嘛 嗯 然後其他的 比如說 那個 嗯 誰 會許講 欸阿V講 那個 王宇夜也出現嘛 然後這一次 一些配角 比如說 四大二嘛 嗯 原本禁服的那段 是四大二去圍攻 然後那個 喬峰出手相救 然後才認識那個 段譯準 的這一段 大坎 對 但是我覺得 他這樣的話 雖然 少了很多細節 可是我覺得 至少他終於 原著想要傳達的那些東西 都有做到 嗯 嗯 加一些有的沒有 就是很多 你知道 很多 嗯 用改編版本 讓原住民最不爽的是 加一些有的沒有的 亂改的 嗯 嗯 我覺得他用三間法的關係 去做的話 雖然細節呈現上 少一點 可是至少還算原子為原味啊 嗯 然後 這一部 因為 開始他海報是哪件 我就 擔心說 翔龍十八掌會被取代掉 翔龍十八件 怎麼可能 拜託不要 對 對 不過還好 他主要還是用 掌 嗯 對 還是用翔龍十八掌 就是用拳腳功夫 嗯 來打 最後還是 有用劍 但是我覺得他那個劍 安排還算合理啊 因為他劍 不是阿祖 阿子給他說 他 那段正存送給他配件 嗯 我覺得 還可 還算合理 那段有點 那段有點 我覺得還好 那段沒有什麼 就是他跟原住 事實上沒有太多的那個 但是我甚至 都覺得他有點 他是特地寫這段是故意的嗎 你知道 因為那個 慕容婦是 也是拿著一把劍 老劍 那種古劍 對 然後這個時候他要用大理段式的配件 然後去對抗 對抗那個什麼 慕容婦的 大焉的劍 我覺得還不錯 他講了嗎 想不到你一個契丹人 竟然要用大理的段劍來 什麼 我覺得 千瘡排孔的 老實說 我懷疑那一段有政治影射 不知道 對啊 他有點故意的 對 不知道 我看得出來 但是我覺得 這個 雖然 是原住沒有 可是我覺得 他這個東西 不會說到魔感 而且還蠻花容點睛的 他就講一句話 突然間讓人家覺得 哇 這是微妙的 這樣子 對 還蠻有道理的 我就覺得還不錯 對啊 然後 但是我覺得 這部的話 有點 頭重矯情 就是那個 前面有講 他最精彩的 其實打劇顯方 那段 可是到最後 就是打 慕容婦的時候 反而覺得 沒那麼精彩 對啊 而且我覺得 這部的話 慕容婦 我覺得他把演得 有點太過 尖巧 因為原住的話 慕容婦 感覺 就是 有點腹黑 有點虛偽 可是 感覺沒到那麼全貌 沒有那麼聰明 可以佈置 整個那個 計謀的感覺 但是 因為他 本來的 天龍八部裡面的慕容婦 是個 就是個公子哥 公子哥 他是被 就是養幽儲尊的人 但是他腦袋總在想一些有的沒有的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自己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顛覆江湖 但是到最後就是跟 當原住最後 跟喬峰打的時候 才發 喬峰那個時候 喬峰跟他講 跟他打的時候 就是說 那個時候 你既然那個時候 我跟你既然齊名 真是太丟臉 你知道 就是他不是很強 就是 我覺得那個什麼 他本原作的 就是 有點想要把他公於心際 勝過於他 磨練武功這件事情 對 所以 所以到最後 比較暗 比較隱惑 對啊 但是 其實如果 我真的要講的話 整個大英王應該是他爸 對啊 但是但是不能這樣編 我知道 為什麼 因為 這一部的話 如果你照我原住 這樣 完全照原住走的話 會斷在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 對啊 就是不會有最 因為我們習慣看這種電影 所以最後一定要正反兩方 因為 一場大戰 他這是為了三幕劇 所做的一個 最後的 改編 就是 對 因為這兩個角色是有相對的 一個附黑跟一個坦蕩的人 他們的處事態度的不一樣 然後到最後這兩種價值觀 要對決 對 所以 那個時候 最後 喬峰跟慕容婦 南慕容 北喬峰 要對打 然後是兩種價值觀 與意念的衝撞 對 所以 才必須要把那個慕容婦給強化 寫成這一切是慕容婦的陰謀 應該說 他把 慕容博的部分 轉移到慕容婦的身上 對啊 但是因為這個時候 如果把慕容博寫得太出來 那 最後會對決的又是慕容婦 那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慕容博也不應該太早 就是 慕容博也不應該跟喬峰對打 因為 因為喬峰背後還有一個蕭遠山 所以這就是金庸系難改的地方 事實上 金庸的那個人物關係之限太 太龐大 就算是你已經收束到這邊 那個蕭遠山的這個部分 還是顯得很突兀 所以 可是他最 就是為什麼這部片的結局這麼長的原因 就是本台的故事已經結束了 他跟阿豬的故事已經都在那邊牧羊了 他夢想中牧羊 結果後面又有一個蕭遠山跟慕容博 對不對 就是 原來蕭遠山那個什麼 原來那些爸爸媽媽他的養父母 是被蕭遠山殺死的 原來 少林寺的那個師父 也是被蕭遠山殺死的 對 然後原來那個什麼 慕容婦還有一個爸爸慕容博 然後在那麼久以前 帶頭大哥 會出現在那裡 跟慕容博也有關係 什麼之類 就哇 他其實在這邊已經算留言 留一點點東西給你 那是完全是拍給原作的 原作的那個小說的那個觀眾的讀者在看的 他要交代這個 就是很多前面的鋪的梗 他要交代這個 然後才會讓 而且他也要 會說如果後面有續集的話 他也要做一些鋪墊 後面如果續集沒有交代一些東西 也會很奇怪 對啊 但是你大家有沒有發現有一個 有一個突兀 不太有一點奇怪的地方 就是阿豬他不是假冒一個少年生人去偷藝晶晶嗎 對啊 他結果他被那個喬峰抓起來 然後就是一堆人闖進來的時候 那個原本本尊就出現在的人裡面 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另外一個人 跟那個本尊長得一模一樣 這一段好像完全沒解釋 那一段快速的帶過了 這也是我覺得這一次的改編 這一次的那個時候 比較可惜的部分 對啊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想來應該跟曾子丹的決定有關聯 就是很明顯這部片 他雖然忠實改編喔 他算是算已經算很忠實改編 但是呢 我覺得他們好像還是沒有那麼想要糾結在文系上面 還是還是很想打而已 然後就是他跟那個我們的八爺 只差一點點 就是 畢竟曾子丹人就是五指出身的吧 他想的全部都 他可能在想的那個飛沙走石的部分 跟那個硬球硬馬打鬥 我覺得那個百人大戰那一段 可能才是他最想去表達的那個 其他的部分 哎呀那個編劇你們怎麼處理 我們趕快拍一拍 可是我覺得 就是過往 曾子丹的電影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武系打得很精彩 但文系通常比較薄弱 可是這部的話 已經相對做比較好 而且他跟阿豬的感情戲 我覺得算已經做得不錯了 對啊 如果你要問我的話 我希望能夠更多 更 更 更多一點 因為有的時候我會覺得 不是 他的對話 的一些部分 我是覺得你應該要轉個特寫或什麼 會 會讓這場戲 更煽情一點 對 但是他有的部分就是 哇那個曾子在把所有的台詞講完 然後就走了 然後我就說 像他刺自己的那個部分啊 對不對 如果他用好幾個跳進的話 然後每個人的表情的特寫什麼 那個也 那個的 那個影響力也更大 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 考慮時常 他很多細節就只能 就是那個部分 如果要文系要去好好演的話 他可以演到很 很動人很煽情很悲傷 很很很委屈啊 對但那一幕其實 喔好 那個時候你們都這麼討厭 我刺不刺那個時候 跟你們還親就走 他後面那個斷義九也是類似的啊 對啊 斷義九還要弄一個那個什麼 球角過來都被揍 然後就開始打 你說包天靈 對啊對啊 包天靈 欸他在那個小說裡面其實 氣氛算啥 但是這一部 這部就是 你不是要跟他 你不是要解決 逃風嗎 過去過去 然後還有被馬踢啊 然後什麼的 對啊 對啊 嗯 這是裡面 擔當 搞笑的嗎 對啊 他大概是這部片裡面 唯一的乾草人物 大部分時間 對啊 斷義也可以算關 乾草人物 但是沒有那麼好笑 對 好吧 啊 所以就是這樣嗎 對啊 大致上覺得 嗯 以金庸 就是改編的話 我覺得他算近期算做得不錯的一部 當然我覺得 希望他票房可以不錯 但是我也很擔心 對 能不能的好處是在於排片率啦 如果他排片率高 他可能機率就高 但如果像你這樣講 如果只有少少幾個聽 那他就是的確比較危險 而且我覺得 嗯 嗯 觀察這幾年來 我覺得真的 港電在台灣真的是 有點視為 就 跟90年代那個高峰期比 哇真的 落差超級大 嗯 以前港電90年代是 台灣市場主要 有時候甚至票房還 可以贏過好萊塢那些大便 可是現在已經整體了 我覺得 比較 呃像我 看這一 這幾 這一個週的排片情況 我就大概感覺到 就是 其實很多賀歲片 喔 還有像這一部 喬風傳 他們面向的觀眾群 都是 40歲以上的人 甚至連官人高手也是 我覺得 喔 對啊 他賣心懷的啊 對不對 能夠 能夠在以前有看過 冠藍高手的人 其實是 像我這個年紀的人 就是 六七年級生 對六七年級生啊 對 像我剛剛還看到一則新聞 是 欸 電影院看冠藍高手 後面突然 喊 Truck 網笑噴 這人至少35歲 你知道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打籃球有進的時候 都都會這樣喊 然後 現在已經沒人這樣喊了 所以 當後面喊的時候 就大家都知道 老人 對 好好 好老喔 真的 Truck 那時候才要喊 對 好吧 Alright 先那個時候 來 陳佑 陳佑講 陳佑講天龍八部 後面還有牌坊 你知道 一個在保健 一個在保健室 然後一個在書房 好奇 陳佑要怎麼結構 喬風傳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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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能解構 因為我必須先跟老師 跟各位講一個前提 就是 我沒有看過天龍八部 我看過金庸的其他 其他一些有名的作品 我可能都看過 那天龍八部 小說嗎 是看小說還是看影視作品 就是 呃 例如說 射雕英雄傳啊 然後呢 神雕俠俠俠江湖 這些小說我都有看過 然後 天龍八部就是 小說也沒看過 呃 任何影劇作品也沒看過 這樣子 嗯 所以 你可以這麼 你可以這麼想 我是一個不知道 天龍八部的故事是如何 可是我大概 可以知道 金庸他寫故事的 一個 一些套路 跟架構 或甚至他的一些邏輯 我是了解的 這樣子 嗯 那 那為什麼 先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要去看天龍八部呢 我原本也是 也是跟其他人一樣 就是對於那種 蛤 你真只要還要再拍 拍一個武俠片 喔 還是還是金庸喔 那這一定很難看吧 這樣子 原本也是抱著這樣的想法 想說麻辣神要去看啊 嗯 不過呢 那個 那個 後來他YouTube上面的那個 廣告一直跳出來 有點 有點起到我這樣子 那我就 又開始好奇了 就說 欸我 我 我 偶有耳聞啊 通常聊到金庸的時候 偶有耳聞就是 好像 這種巴布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大家蠻愛談的 金庸時候會講到一個作品 然後裡面也最愛談到的就是 就是喬峰 這個角色的身世 身世 其實很離奇 可能很有戲劇性吧 然後大家 大家都會提到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好奇啊 那 既然這個角色這麼鮮明 又是一個大家都挺愛的 挺愛的一部作品 那麼對於 曾子丹來演繹這個角色 好 比如說 書迷會是什麼看法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問 問半品處說 欸你覺得 他這樣演怎麼樣 嗯 嗯 就是說你 例如說你下一次會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適合的 適合的 適合的 演員去演 然後你會不會覺得 由曾子丹的團隊去製作天龍巴布 合適這樣子 嗯 就像剛剛講的嘛 那個半品處呢原本還 有點不屑一顧這樣子 我都可以從那個 群組訊息裡面的文字感受到 一種不屑一顧 所以說 欸 用爛問題來來問我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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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各位知道改編好啊 其實這種大部頭的作品 改編好有兩種狀況 一種改編好叫做我很還原原著的精神 很還原 另外一種叫做 雖然保持原著的精髓 可是呢我在其他地方改編得很合理 我做了一些延伸 然後會讓原本的書迷覺得說 多得到了一些原著沒有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就特地問啊說 你覺得是哪一種 你覺得這部片改得好是哪一種 然後版明初就說 喔兩種都有 技神團員也改得很好 對我沒有 我覺得我這樣講沒錯啊 對對對 好好 然後總之後來呢 我呢就就很開心的 又邀了RPG跟Wish一起看這樣子 就拉拉拉 欸 原來你們是三個一起去看的啊 我們三個一起去看的 喔 好 我跟各位講一下我們三個人在電影院裡面做的位置是怎樣呢 三個人嗎 我做中間 我的右邊是RPG 左邊是Wish 這樣子 喔 我可以 我可以很明顯的察覺到 是我的兩邊的兩位都有察覺到我 非常的 不喜歡嗎 非常的不滿意這樣子 喔非常的不滿意 我不確定啊 因為後來 其實走出戲院之後Wish就有說他有察覺到我其實沒有很滿意 然後在看電影的過程當中呢 RPG則是很多時候會主動跟我解釋說欸我跟你講 你覺得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才又這樣 喔 不要這樣 這種人討厭啦 這 重點是我在聽RPG講的時候我就知道 他要嘛就是他自己覺得說 啊他知道這邊可能沒有講 細節沒有講清楚 要嘛就是 他已經察覺到我的疑惑了 喔 所以他想要趕快幫幫忙護航 我不確定RPG你是怎樣了 你有察覺到我在看的時候很多地方我都 你是你是那個嘖嘖作聲嗎 嗯 嗯 我可能會搖頭這樣子 嗯 喔好 或是有些反應 嗯 所以所以那個我今天就就 做為一個 其他人的這個反 反力啊這樣子 就是我自己沒有 我自己不像各位有 是書迷 我也不像各位對這部片 有很多好感這樣子 嗯 所以我就來陳 陳述一下 那個我覺得這部片的五大罪狀 五大罪狀 五大罪狀 我先不講五大罪狀 好了我先跟各位講 做為一個如果你 如果你 你沒看過 故事 這部片好看的地方在哪裡 好也許各位可以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所以這部片好 我覺得這部片是有 一些地方是極度好看的 嗯 我看了都覺得說哇好厲害 那某些地方就是我覺得他可能做的有一些 對於對於新觀眾可能不是很有善的地方 這樣子 嗯 那我覺得他極度好看的地方是什麼呢 首先 劇情上啊 哇 喬峰傳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個 武俠世界的懸疑探案片 然後加上加上諜報片的感覺 什麼叫做武俠世界的懸疑探案片呢 就他講說喬峰原本是一個 不是 蓋幫幫主 不僅是蓋幫幫主 還是一個顯然是江湖上 人人稱道的一個英雄好漢這樣子 嗯 有一些細節有透露出這些訊息 嗯 大家都其實好像原本都尊敬 喬峰是大俠 嗯 可是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 嗯 喬峰他他有點被被架禍了 嗯 突然某一天蓋幫裡面有人拿出一個證據說 我跟你講喬峰他媽的是殺人兇手 齁 然後他呢 然後而且他呢還是 還是氣丹人齁 他是外族啊 非我族類這樣子 嗯 他就被 為幫驅逐了 所以有人想說啊驅逐也好啊 我就回家看老爹老娘 結果一回到家 那個老爸老媽又死了這樣子 然後馬上就有兩個人跳進來說 啊你殺了你老爸老媽 嗯 你果然是壞蛋這樣子 然後 那個喬峰就只好再逃到他師父那邊去 在少林寺 嗯 結果呢到少林寺 欸他師父又死了這樣 哈哈哈哈 對 我看到那邊就覺得 欸有趣 就是我我已經知道 他察覺到他要玩的是這件事情 他到什麼地方 然後跟他有關係的人都被 都被招人陷害 那顯然是有人要 要故意嫁禍於他嘛 然後把他在江湖地位上搞錯這樣子 嗯 所以那邊就是很有一種那種 呃我不知道欸 嗯 我原本以為啊這種 很懸疑式 而且有還有那麼一點點 獵奇 嗯 然後呢跟兇殺很有關的情節 嗯 我其實以前在古龍的小說裡面 看的比較多 嗯 結果居然在金庸的一部片裡面 看到這樣子的 的一種 哇好像還是連環殺人事件 背後好像還有一個很不得了的陰謀這樣子 嗯 我那時候就開始很興奮了你知道嗎 嗯 哇那好啊我來看看這個謎底是怎樣 那至於我說疊爆片的部分呢就更屌了 嗯 就是呢他後來遇到的就是各位講的 阿豬這個角色 阿豬這個角色顯然會翼龍樹 嗯 所以裡面有幾個情節都是阿豬用他的翼龍樹去 對 對 欸去操弄一些事情這樣子 嗯 好就例如說他逃出去 他就先夾扮成誰誰誰 嗯 然後騙了以後呢 嗯 就會出現那個 那個那個很 忽然 忽然有點嚇到的畫面 嗯 就是這個醫生走過來 然後另外一邊有一個長得一模一樣的人走過來 然後兩個人就說 欸你是誰 這樣子 嗯 其中一方就把另外一方殺了 嗯 然後他就突然這樣子接下頭照 我想說哇靠 嗯 這是什麼不可能的任務的情節這樣子 嗯 啊後面還真的 有喔 就是呢像醫生韓特一樣 用那個頭 那個頭照這樣子變臉 然後呢去騙敵人 然後敵人就 就就就以為 啊 以為這個人是自己的好夥伴 就把情報給這樣子 嗯 給說出來了 我想說哇靠 怎麼 嗯 你看 到喬峰傳裡面居然呢 又有連續殺人命案 啊 有這種嫁禍 嫁禍主角的陰謀 嗯 還有不可能的任務 哇這太太精彩了這樣子 嗯 哦 金庸的故事裡面有 可以玩這些東西啊 對 因為我現在金庸樹連 皮膚的顏色都可以 哈哈 哦那個 小說裡面是真的這樣寫的 對他沒有改 他沒有亂改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所以後來 我回去想啊 我想說那他們擷取這一段 出來作為單獨電影的主線 確實很合理啊 嗯 因為這段確實精彩啊 嗯 我我我 雖然我沒看過啊 但是我又想著 如果我要看一部電影 然後那部電影 就是一個人被抓走之後 然後呢 然後被逼要學武功 然後呢 在黑黑的房間裡面 跟另外一個女生這樣子打炮 嗯 我可能不會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作為一部電影 然後引起大家 進去的一個 故事主軸的走向啊 好但是一個連續殺人的愛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間諜女友 哇這很極屁啊 因為虛竹如果 天龍八博派虛竹傳 他應該是三級片 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那邊都很奇怪的東西 好不好 對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覺得 他的打鬥裡面 也很有可看之處 嗯 可是呢 我必須要分 我必須要把裡面的東西 切開來講 什麼意思呢 各位知不知道 嗯 很多片啊 除了 武術指導當然 曾子丹親自會下去弄嘛 嗯 他的這個 呃武術班 也是自己的增加班 所以裡面肯定會有那種 很屬於港片風格的 好 然後可能屬於曾子丹風格的 武術 風格在裡面 另外一方面呢 嗯 各位去看 那個武術指導 的名單裡面 有一位叫做 古元建制 古元建制 古元建制是誰 古元建制就是 嗯 拍日本的那個神劍闖江湖真人版的 嗯 我記得我之前可能有表達過我對於神劍闖江湖真人版的那個打鬥我超我超愛這樣子 嗯 嗯 那在 天龍八部 橋峰傳裡面呢 我 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哪些部分可能是古元建制的設計比較多 然後哪些部分呢可能是 曾子丹的設計比較多 因為古元建制的 他自己演化出來的那種武打風格 跟港 港式 港片武打風格就不一樣 古元建制他喜歡讓 角色用很快速很敏捷的方式移動 然後用很俐落的招式這樣子去 去連續攻擊敵人 嗯 那你在神劍闖江湖的 裡面 你看到他去設計 九頭龍閃 就是讓劍心很快速的一直用劍敲敵人 嗯 那在這裡面呢 可能就會讓曾子丹很快速的用 用手掌這樣子去拍 拍敵人 嗯 那因為古元建制這樣設計方式就會讓 這個整個武打戲感覺好像 很動感 然後速度感 很 很強烈 就是那個角色會這樣亂串啊 然後可能這樣子跑過去就有一排敵人被打倒 嗯 看起來就十分精彩 嗯 所以呢在 剛剛有提到的中間一個 喬峰獨自面對 武林重英雄好漢的一個 一對一百人的這個大型打倒場面 裡面我看大部分都是古元建制的東西 所以那場就特別好看 嗯 到後來 曾子丹跟慕容復打的時候 那邊就很明顯是 是 香港人的風格 就香港人拍武打戲首先 套招感會很強 他雖然動作很快 可是呢 那個兩個劍這樣子砍來砍去的時候 你都不覺得他們會砍到對方 他們只在耍劍士而已 嗯 然後再來是 香港人他們在拍輕功這件事情啊 會 很 有意識的想要把 把人拍得有點輕飄飄 慢慢的感覺 這樣子 嗯 古元建制那種要讓他很快的這樣跑過去 好 甚至呢還在地上滑雷 就不一樣 那我看 那個什麼 呃 港式的武打就 武感啊這樣子 好 所以裡面古元建制的 的 那個動作指導 動作設計是好看的 好 呵呵呵 再來 不過你這個分法有點怪異 因為古元建制本來就增加班的人 是 是啊我知道 對啊 你看那個什麼 曾子丹自己的 自己在拍的片 跟神劍闖江湖的東西就 顯然不一樣啊 我是這麼感覺啊 嗯 對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我覺得 裡面也很多時候讓我很驚喜的是 他的那個畫面的質感啊 嗯 有時候他突然會 例如說讓曾子丹 啊 在那個什麼 呃 百人大戰的那個會場裡面 然後拍他這樣子緩緩起身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背光這樣子 這樣打進來 然後用慢動作 然後一個 一個構圖 然後他前面是一群慢動作的那個 敵人這樣湧過來 嗯 那一瞬間那個畫面突然很 很有一種 悲壯感跟史詩感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我好像 已經很久沒有在 港片 或說對岸的那種 路片也好啦 港片也好啦 好 對岸對岸的那種 華語對音裡面看到這種 很有質感的畫面 對 所以裡面其實有好幾個畫面 都讓我覺得說 哇 他把 這件事情拍得很漂亮 那個打燈啊 然後那個濾鏡 可能都是有精心設計過的 嗯 然後那一瞬間就會讓我覺得 哇這部片其實還 滿美的 然後從同時 可能也襯托出 他們想要表達的 喬峰這個 這個 明明是 光明磊落的人 卻要面對那個 惡人構陷的 的這種悲壯感 嗯 嗯 但是也偶爾啊 裡面也偶爾會出現那種 很 很港劇式的 廉價的畫面 這樣子 廉價的畫面指的是 是就是其實就是你剛剛有提到的 那個 可能為了要增加 戲劇張力 然後呢 在就是會亂晃鏡頭 然後那個亂晃鏡頭 顯然就是就是很 簡單的這樣子手持 然後這樣子這樣 搖一下 那我知道他要 他要表現什麼 就是那種 那種很 無謂的 的移動鏡頭 就會讓我 就會馬上讓我想到 欸以前那種港劇 也是這樣拍的 嗯 並不是 並不是這個 鏡頭運動 或鏡頭設計本身 是廉價 而是他讓我聯想到 以前廉價的港片 這樣子 嗯 所以我覺得以上啊 包括他的 他的故事裡面的 某一些 主線情節 然後包括裡面的一些 動作戲 我覺得其實他 這方面是做得很棒的 嗯 有給我 有給我娛樂感沒有錯 嗯 嗯 但是呢 為什麼我後來還是會對 天龍八部 喬峰傳這部片的評價 我低 那接下來就要講到 我身為一個新觀眾 我看這部片 很多疑惑 或是不解 或是無法諒解的點 對 嗯 首先就是啊你看 喬峰這個角色 在這部片的故事裡面 最大的一個 那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他被 整個武林給誤會了嗎 嗯 整個武林都以為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殺人魔 然後害死了很多人這樣子 所以才會到中間有一個 整個武林圍攻他一人的橋段 嗯 我在看的時候 就在思考一件事情 首先 我雖然 呃 沒看過天龍八部 可是我至少 看過很多金庸作品 嗯 所以我知道金庸對於武林的想像 那他認為那個武林人士的邏輯是什麼 我是知道的 嗯 那萬一有另外一個 他連金庸 都沒看過呢 嗯 甚至萬一有另外 有 好這部片到時候賣去國外 然後讓那些西方西方人看 能夠理解這件事情嗎 所以我就要說 首先我覺得他的 他的背景建立的不夠清晰 什麼叫做背景建立的不夠清晰 首先第一點叫做武林局勢 好 那各位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單看這部片的情節的話 為什麼 他呢 被丐幫除名 然後後來呢 又到那個什麼 少林寺被誤會為殺人之後 整個武林就要群起圍攻他 且顯然 丐幫跟 跟少林寺好像就能代表整個武林了 這是什麼邏輯 那我們看過金庸的就會知道說 哦 因為少林可能是 例如說 這個 呃 武林世界當中 是一個正派的一個 可能算是最高 最高殿堂吧 對啊 然後再來呢 丐幫則是 嗯 少林跟丐幫 都是兩大最大勢力的啊 對啊 他是武林的最大勢力 而且都有各自的代表性 然後呢 可能他們在江湖上的生育也很好 嗯 這件事情呢 我理智上知道 可是這部片在 見 沒有建立起這樣的前提 所以就會有一種 欸 像我原本看一看 看的中間也有點傻啊 我知道他 被丐幫除名 我知道他呢 在少林是誤 誤會了 可是為什麼呢 到後面居然變成好像 整個武林都要圍攻他 然後那些人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 我們這個武林啊 不處你啊 不快啊這樣子 你呢 已經 被全天下的人給唾棄了 我就想說 有這麼誇張嗎 然後後來才想起來說 哦對 因為金庸的武林的邏輯是那樣的 沒有 你這個說法 不是 欸 少林寺跟 不是 少林寺跟丐幫他們說 武林那個什麼 也不代表其他的武林啊 哦 你說的很對啊 對啊 那就只是 那就只是那個時候 他要 他去的那個地方 正好這三個 三組人馬全都在啊 因為他要去巨仙莊 然後巨仙莊 然後跟丐幫 跟少林寺 然後他們要共 共想商討 如何要除掉 如何要除掉 喬峰這個大害啊 當然也有其他的 他應該是說這兩組人馬 也還有請其他人來 但是老說其他人 的輩分上 根本就不如 根本就不如少林與丐幫 這兩大就是 他最大勢力了啊 對啊 好啦 那你要補充一下 其實 這個 不只是 牽扯到所謂武林寺 其實 背後 最大的是 虎漢恩寵 這個部分 就是種族的 種族歧視啊 對啊 對 其實這個才是 最根本的原因 因為種族歧視 他在電影一開始 勉強有用幾行字去解釋啊 所以我就 我就算他過好了 可是那個 他後來在巨仙莊 被重 被千夫所指的那個地方 我覺得好像 是一個必須要你 建立前提 大家 不懂的人才能理解說 為什麼他在這邊 大家好像 其他人要說的一副正義凜然 然後要把喬峰說的一副好像 被全天下唾棄了 然後你們就會覺得 然後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欸有 這麼嚴重嗎 對 然後 然後同時也是一樣啊 那為什麼巨賢莊的 要 要站在 蓋幫跟少林寺這邊呢 這些事其實是 看慣 武俠小說的人都懂沒錯 可是我就會思考說 那不懂的人是不是就 因此可能會覺得哪裡怪怪的 我如果目前是問 目前的話 這個年度的 中國的話 我覺得他們懂了 你知道 因為這東西是有影射的 我覺得選在這個時間點 拍這個 是有點故意的 有影射的 他就說 我說你就是 對啊他其實講的是 他其實講的是社群這件事 欸 喔 是 我今天講你那個不是 有誰誰誰去玩女人 他接下來是不是整個社群 全部都他 他就 就死了 對對對 他其實 他其實講的是這個 他選擇這個時候講這個是 在講社群 知道 只要兩 只要兩個大爆 少林派跟那個什麼 跟丐幫好了 你在講 比如說人民日報 說誰誰誰 在頭版說這個人是 是那個什麼 共產黨共敵 他就真的是 對啊 他一定要一個人對抗全世界啊 對啊 其他人都是跟風的 不然怎麼會有一個 哎呀 我也要 我也要擊敗喬峰 有沒有 對不對 有一個被馬批的 他也說要去講 為什麼 他其實是想要補刀而已啊 蠻明顯的啊 這部片 我覺得這一段其實不會 一般人不會不懂 不看武俠小說的那個什麼 光看這個也大概知道這影射 很明顯 超明顯 對 但我就會 我懂你的意思啊 就是可能 如果這樣比喻的話 那丐幫跟少林寺就是兩大 可能 KOL 而且你的疑惑點啊 那個什麼其實不是那麼的現實 如果不太常看武俠片的人 他們會真的會覺得這兩組人馬就武林 對吧 那常看武俠片的人就會知道武林不只這兩組啊 所以你剛剛在問的是不看武俠片的人 怎麼會覺得這些人就武林 所以這是矛盾的你知道 好 我打另外一個比方好了 就是什麼叫做被全天下的人 唾棄追殺 或者說被全天下的武林人士 給追殺 捍衛任務第二集的時候 最後 那個John Wick因為違反的那個規則嘛 所以呢 那個飯店就開始傳簡訊給所有殺手 那這時候呢 John Wick走在路上就開始發現 欸 我們其他路邊 所有阿媽阿狗的人手機都響了 然後他 首先 這 有第一個暗示叫做 原來 世界上潛伏這麼多人 都跟這個主機有關 第二個 我們知道所有的這個 這個體系裡面的人 都知道要殺John Wick了 所以呢 John Wick這時候開始跑 你知道他害怕了 我覺得那種 所以你希望有一個 你希望跟那個什麼 捍衛任務或者是 像神鬼認證一樣 有一個蒙太奇 每個人都收到信 然後每個人都知道 他是武林公里的 的 的這個 蒙太奇的片段嘛 因為 神鬼認證也做了類似的事啊 就發現給大家 然後大家看 要知道要去 要出任務啦 要去殺他 這樣子 你覺得 你覺得沒有這個東西 有一些 有一些很簡單的處理方式吧 例如說是不是可以有些 蒙太奇 講說各地 然後好像都有 都有人在討論說 小說裡面 他有什麼廣發英雄鐵的 小說裡面是有啦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還有其他什麼 段譽的角度啊 油坦汁的角度啊 所以顯然編劇 就覺得這個東西 在講浪費時間 把它撥掉 對 中間不是有一段 跑去聽他們敲 那個聲音那段 應該也算 所以他在通知 沒有啊 但是那個時候 你所講的這個東西 事實上在 在那個什麼 喬峰傳裡面 是藉由那個 被馬踢的人 告訴大家 對啊 不是嗎 不是有時候 現在大家 不是廣發英雄鐵 要我們去除掉 喬峰這個大害 不就是那個人說的嗎 對啊 連這種小咖也想要去殺喬峰 就代表很多人都知道了 很多人都想要來露娜了 這樣子應該也算了啦 對 只是當然 只是沒有像你想的那個 捍衛戰 捍衛任務一樣 每個人拿到 拿到收到信 對 就是我想像中 應該有一些 也不會太麻煩的一些 萌太極可以去處理 對 但是 但是嚴格說起來 不是但是這樣說起來 他那場戲其實好像也不是錯啊 對 只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樣而已 但是他也有達到類似的功能 對 對對對 然後再來 這一歌傳出的萌太極 除了江湖局勢之外 我覺得有另外一點 也是我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說 我理解那個邏輯 可是 不懂的人 可能就真的不懂 就是 那個江湖的道德觀 到底是什麼 道德標準是什麼 是 什麼 喬峰 殺死了 殺死了師父 然後殺死了父母 然後所有人都講得好像一副 你就是妖魔鬼怪一樣 那個邏輯很 殺死父母跟師父還不妖魔鬼怪 可是你想啊 如果今天 我殺死 殺死我爸了 會有可能路上所有人都 都開始要 要 要把我那個什麼 那個千刀萬刮嗎 好像 沒有沒有沒有 他最主要的 不是 他 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他最主要的罪名是 傷害 馬大元 其他的 是 要加重這個人的妖魔化的 的 別的罪狀 你如果 你如果去思考一下 當年那個薄熙來 這個人 你知道 你知道薄熙來吧 你知道薄熙來 早年 他是想要 競爭 那個共產黨裡面的 那個什麼 大衛的 對 然後突然間 他被污名化 他殺人 你知道 他太太好像想要殺掉外國人 然後有這個遺言突然出現 然後接下來 就還有別的 因為他還嫖妓 知道 那你覺得為什麼突然間爆出這件新聞 就拉黑他 是 我要妖魔化他 他這個 我其實最主要的目標 其實是要讓他被拉下來 但是要讓大家都討厭他 他要做一件壞事 做第二件壞事 他是必須是個十二不赦的惡人 免得你讓我 免得讓我 讓一般人覺得 他 只為了這個東西 就講他會被太那個 你看台灣這邊最近不是也這樣 對不對 隨隨隨隨 論文怎樣 公信力差 然後他是不是也貪污 然後是不是有特別費 對 一口氣要三四項罪名羅織起來 他看起來二上加二 這樣子 這就是抹黑 你不懂 抹黑就是基本上要好幾道 要讓每個人都有一個理由討厭他 然後 其實我覺得這 喬峰的那個 拉黑的那個標準 就是那個整個社群的那個誹謗 你知道嗎 你自己再回想一下 那個時候 是不是有很多社群被拉黑 就是 那個時候先對女友不好 然後還打人 然後就一定要好幾件事情 啊 懂嗎 他其實是這樣子玩的 你知道嗎 又那個什麼 又殺害他 因為你一開始跟我講說 他殺害馬大元 大家可能有點懷疑 他是這樣子的人嗎 接下來再有一個新聞 蛤 他的養父母也被他殺掉 他的那個師父也被他殺掉 然後 幹這個人是壞蛋應該沒錯 大概是這個意思啊 喂 對啊 這個這個我補充一下 就是我覺得 他電影裡面 處理這段 稍微過於簡化 如果你有看過小說的話 小說裡面 其實 蓋幫 就單以蓋幫 本身內部 對於喬峰的態度 不是一面倒的 都是討厭 沒有 這也是 是的 支持是 對 裡面也有人 沒有人在懷疑 還有人在懷疑 只是那個輿論被壓制了 對然後但是 你有講的問題 我也是有感覺到了 這就是我覺得 這邊的文系 不夠強 如果這邊 如果讓我感覺到 喬峰有悲憤 因為其實在 老實說在小說裡面 他是很悲憤的 他很傷心 他其實有點 他有點那個什麼 氣急返效 你知道嗎 就是原來我為了你們 你們忙了那麼多年 然後我也對你們 這樣子 然後原來你 那個少人情能軟就是 這樣子 所以他到最後才會有這種 刷刷去啦 你知道 你們可以對我不忍 但我不會對你們不義 那個少 你也曾經救過我 所以我刺我自己這一刀 沒關係 對 所以這件事情 我不會對你們怎麼樣 我不會對你們怎麼樣 但是我不會對你們怎樣 就在這一刀當中 就是恩斷義絕了 你知道嗎 我為你們受 對 你知道我為你們受這個過 你知道嗎 對 他其實是有一點 借這件事 其實他的那個斷義久啊 跟拿刀刺自己 都是同一種邏輯啊 是 就是他其實 還在顧念舊情 但是對方既然不顧念他的舊情 恩 對 所以他很傷心 但是我就是覺得 曾子丹在演這個的時候 他們比較沒有把那個情感面 的部分 我也不知道是導演 他自己是導演 不知道 是不是他要強調這一塊 但是 可是因為他是總導演 不一定代表他 就是展 要求長進要長這樣 而是那個執行導演 有沒有選擇 在這個時刻 要讓他感性 對 但是沒有 顯然這部片裡面 打鬥還是比較主線 對 他他這個文系是 編劇有真的把他編出來 但是他沒有在詮釋 他上面加重攻 他可以用 他可以用特寫啊 或者是多磨吉 幾段啊 就是有時候用文系不是 演員他會請那個演員 再多多多演幾次 看看有沒有辦法 把那個情感面拉出來 但是我其實覺得 這一場戲 感覺起來是快速拍掉的 這幾場戲是快速拍掉 就是拉中 拉中景 大家都站後面 對不對 他把話台詞講完 這個台詞是順的 好我們趕快進下一場 嗯 對不對 那那個少 可是打鬥的部分 我相信一定打很多次 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揮劍 沒有對到 再來一次 可是演戲 演文系 原拉上景 沒有那個少 台詞沒有拉掉 然後就過了 然後我覺得有一種 槍烈的這種感覺啊 就他的文 這就是我說 他其實跟巴爺拍 夜問 張天志是有一點點像 你知道 就是 就是他們著重的點全都是打鬥的部分 那文系的部分 編劇事實上很認真的拍完了 但是你會 你有沒有要把它認真的拍完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啊 因為我應該應該這麼講 這麼解釋好了 我疑惑的點是 我如果是那個 那個巨賢莊的莊主 我其實都跟 都跟喬峰發生的這些事情 無關啊 那怎麼會成為一個 跟這些事都無關的巨賢莊莊主 然後會恨喬峰恨到一個 要把他除掉 其實巨賢莊莊主 本來沒有恨喬峰 但是 嗯 那段是好像他想要當武林盟主 所以他出來辦這一場 就幹掉喬峰 那個是被 那個是背景啦 只是在 喬峰的觀點裡面 那個時候 這件事情不需要特別講 因為他馬上就要死了 因為 因為巨賢莊 後面還有再拖一條事情 就是尤坦之 知道嗎 巨賢莊有在 有一個最小的孩子 然後全家被 喬峰 這一場打了 滅了 然後他是唯一沒被殺的那個人 對 所以從這件事才會拉出來 可是如果是從尤坦之的觀點 巨賢莊的這個爸爸媽媽的那個什麼 他們家裡面的人的事 才比較有需要去深究 因為從喬峰的觀點 這個部分不是那麼的重要 因為從他的觀點是大家都要為難他 對 那你這時候突然間問巨賢莊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這是直線 你知道嗎 小說的確有 你知道嗎 但是我如果 如果編劇認真講 這條線就斷了 我為什麼要多講這個 你知道嗎 對 所以那我覺得你如果 不要去細講這個的話 那你就要讓我感受到說 巧峰做的這件事情 在這個世界裡面是一個 連無關的人都會恨你 恨到要把你幹掉的 沒有喔 我其實覺得不是恨 那主要的問題是 是大家都想要藉由這件事情 然後得到自己的最佳利益 並不是恨 其實甚至也沒有很多人很恨他 你覺得你看到社群的那些人 你跟著一起拉黑他 你有很恨他 你剛剛有深仇大恨嗎 明明就沒有阿 對你只是想要 你只要順便蹭一腳 然後獲得多一點流量而已阿 所以這其實是在講的群眾的暴力阿 這部片在講的群 那一百個人 哪一個人跟他真的有很深的怨仇的 可是就一百個人 就圍著他往死裡打阿 對啊 這問題就出在 你的疑惑點 就是目前的社群所有人在幹的事情阿 可是因為我知道 這個社群的邏輯 你這樣做會有流量阿 可是我不見得知道 那個 怎麼會 我可是 我殺掉了武林盟主喬峰媽的 裡面有我一刀耶 我還可以跟人家去吹噓 是嗎 是我殺掉喬峰的 對啊 然後我們一百個人講 然後就會變成 我可能還會編那個版本 是他帶了一千個人來 我們一百個人苦戰擊敗他 你知道嗎 反正 反正那個什麼 故事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阿 只要我在這一個瞬間 我把他喬峰給殺了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大功 你知道 對 我們可以編 我們可以編造屬於我們的故事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還太那 明明很明顯阿 你知道嗎 那就是一百個人 想說阿 幹 現在這個人是武林大敵 你知道嗎 而且敵眾 我 那個時候 他只有一個人 還不趁機 那個時候吃掉他經驗值很高的阿 你知道嗎 你也沒玩RPG 那個時候 那個魔物獵人 五個人獵一條龍 你知道嗎 龍死在那邊 大家拼命在那邊採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意思阿 就是 就是一群人打一個阿 然後 打完這一個那個時候阿 他 他又 可是 曾經是蓋幫幫主了 然後現在大家 他又失去了那個 依靠 那個時候阿 然後他就成了武林的大敵人 名聲 名義上大敵人 我是不知道他有多強 但我們一百個人對他沒理由 他不會死阿 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時候阿 那個 那個醜角的想法就是這樣子阿 嗯 對啊 那 雖然這樣講 我覺得不見得大家認同 但是我覺得 你看像我就沒有馬上反應過來 喔原來那個邏輯是這樣子的 那我可能就會 學的說 那你是不是多提一點阿 好啦是沒錯啦 對 雙組這樣子 這就像是我的婆婆 把圈圈搞丟的概念 台灣人不太思考 所以你要再多告訴他一點 我告訴你阿 這就跟外面的什麼一樣 哈哈 我的婆婆 我的婆婆真的就是這樣子 但是 我得說 呃 喬峰專不能這樣做 是嗎 這樣他就拍不出來了 因為他可是是中國電影阿 欸不會阿 他讓那個莊主這樣私下切切事與說 喔你看我們這樣辦一場 我們就怎樣怎樣怎樣了 簡單一句話其實就知道 他們為什麼要搞這個了 然後這件事多重要讓他們 我其實都覺得喬峰專 可以拍出來算了不起 你自己想看看在這個時間點 既然有武俠片 他滿厲害的阿 知道 那不然每個人都在拍自詢威虎3阿 然後 真的阿 你不覺得嗎 這部片事實上 這個如果當局想要弄他 也是弄 也可以弄得起來 欸 也是 對啊 所以我才會說 在這個時間點還有武俠片很了不起 而且這武俠片所講的事情 事實上 我個人覺得他有影射現實 然後後面的那個政治現實 他講的是什麼 你覺得慕容赴他做了這件事情 他是想要擾亂 然後那個時候 自己可以再新 對不對 然後 讓大理斷事 與宋朝 內亂 那大理斷事是哪裡阿 香港阿 對啊 是啊 對啊 要用大理的劍 那那個時候 政治單手拿的劍是大理斷事的劍阿 他用的功夫是香港來的阿 喔 哈哈哈哈 你這個想不出來 文青 靠北阿 那個 這個明明你自己平常在那邊講一大堆什麼資本主義於毒殺小的 這個這個簡單你怎麼想不出來 幹 你這個 你這個 你知道這個時候你就突然間 你怎麼不再跟我多講一點 你那個 解構什麼 你這麽攻擊劍什麼都沒演 你就把資本主義於毒 那 這邊那邊打得那麼乒乒乓乓的都已經很像你更怪的 你怎麼不跟我多講一點 你怎麼 你的符號解構去哪 你這時候呆若木雞耶 你跟什麼回事阿你 什麼 嘿嘿嘿 對不對 然後 要靠著大理的劍來救宋朝 電影業要靠香港的技術 來救中國 懂不懂阿 然後 他亂成賊子是誰 內部勢力 外部勢力 我們也不曉得是美國還是台灣 我不知道 不知道阿 不知道阿 對不對 不過我相信慕容赴大理斷燕 斷燕 大煙應該 嗯 應該是那個國民黨復辟嘛 你知道嗎 他有點怒 對啊 你要去看 你要從他們的角度去想事情 這邊影射 來難怪 好吧 好啦 那個 嗯哼 那我繼續講阿 好欸 應該是我剛剛講的是 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他的那個 世界 這個世界裡面怎麼運作 那個邏輯好像沒有解釋到讓我清楚阿 嗯 所以我才有這麼多 這麼多疑惑 就就就就就就等你去想阿 就等你解構 怎麼 怎麼 很好阿 平常不是很會解構阿 不是阿 對 契丹人是美國帝國 對 養 胡人阿 哈哈哈哈 還蠻好套的吧 還蠻好套的吧 那除了我覺得除了那個什麼 這個世界觀邏輯的部分還有另外一個也是我 我當時一出來我就跟RPG問的事情 嗯 裡面有一個我覺得 他沒有講得很清楚 可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 可是 那個喬丹跟阿豬的相遇啊 他可是在 少林寺裡面 陷害 嗯 他當場就逮到了一個要偷 易金金的小賊 然後那個小賊竟然還是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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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易容偽裝的 而且呢他一逮到 然後易金金一掉出來 好 少林寺的人馬上 馬上就衝進來說 哈 你喬丹是不是偷了易金金 呵呵呵呵呵 那如果我是喬丹 我這樣帶入去想 如果我是強風 我肯定覺得 我手上抓了這個便裝 然後又偷東西 然後還害我被誤 大家誤會的小賊 應該跟陷害我的人 有很大的關係吧 你一定就是陰謀的一部分對不對 那你是我的敵人啊 嗯 然後原本在想說他要怎麼處理這個 他抓到的人 的時候 欸結果後來呢 他居然不知道為什麼 就開始幫這個女孩療傷了 然後後來呢 然後療傷也還好 然後你知道說 可能這個女孩同情喬丹 然後喬丹覺得自己被 被這個女孩給認同 嗯 他覺得心裡好受一點 所以把這個女孩當 當好夥伴 好那你就過去了吧 結果到後面 哇他們居然變成了一個 山蒙海事的愛情這樣子 然後突然說 喔如果這個女孩 死了我也不想活了之類的 我可以用我的命 換她的命 然後我就對於她跟阿豬之間情感 為什麼會從 原本好像應該是敵對 然後後來變 不太熟 然後最後突然就好像 跨 跨得很快 馬上就變成一個 置死不渝的 的深愛的時候 我就覺得欸 有點怪這樣子 他其實帶她去拒賢莊的時候 對她實際上 也不是深愛 喔 那個真的是純粹的 那種江湖人的那個 我害你了 所以我必須要把你治好 然後 然後這種 然後這種事情就是必須 就算要拿我的生命去付 我也是無 那個什麼 也是我該做 這個其實在小說裡面 是這樣沒錯 這就是 這就是喬丹之所以是 會被敬佩的原因 其實他就是因為他覺得 對他要照顧他 然後他又願意為他付出 所有的代價都沒關係 這是一般人辦不到 因為一般人會做到一半 會覺得欸 看我其實好像不用為你付出這麼多 我到這邊就夠了吧 對 但是喬丹不是這樣子的個性 喬丹也是因為這樣子的個性 所以他才跟段譽 既然有結敗 你知道 喬丹跟段譽的結敗也是很有趣的 就是 他電影裡面沒有講 就是他那個什麼 段譽遇到喬丹的時候 欸 他很會喝酒 你知道 然後段譽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想說跟他對贏 可是呢 段譽那個時候才剛剛學會了那個 六賣神劍 然後他發現啊 他喝酒不會醉 就他的小指頭會 他的六賣神劍的劍氣會自然的 把那個酒逼出來 就是他的小指頭會突然間尿尿 小指頭會露尿 然後會跟著竹子這樣拉下去 這樣子 結果可是 可是喬丹啊 就是完全不知道 這件事他就真的是 真的喝這樣子 然後段譽後來對他有點不好意思 然後就跟他坦白 沒想到喬丹還蠻欣賞他 兩個人既然就這樣子變朋友 然後就結敗 然後就是 喬丹的個性 就是很江湖漢子 他會因為一些小事喜歡你 然後他就跟你在一起了 對 而且是完全是憑直覺 對 這一點其實阿豬 有 毛到 喬丹 在電影裡面有 因為裡面就是在喬丹不在講那件事嗎 嗯 對 然後阿豬說我覺得 其實他講 喬丹 喬丹講的內容好像不是在講他嗎 但是阿豬就知道他是在講他啦 講自己啦 對 但是阿豬的意思是說 不管怎樣我都站在這邊 是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這就是江湖 這就是這對喬丹的位 你知道 老實說喬丹的個性是八加九星 是 老實說是這樣子的 對 他有他自己的感性價值觀 但是如果你跟他站在同一邊 他就會為你弄到最後面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然後 那個小說裡面 他父親蕭遠三 就走他的時候 有問他說 欸你為什麼要為那個小女生 那麼拚命 然後 而且對方還不是長 真的是爵士美女 結果 喬丹講了一句很簡單話 我只是蠻勁發作 這個是還蠻勁 但是你 欸 我覺得陳友有這一點的疑惑 其實是來 就是來自於這子丹演繹不利 哎呦 真的 對這也是我覺得喬丹 算是可惜的地方 就是 他就是演得讓你覺得他沒有這個意思啊 欸 對啊 所以就算故事裡面是這樣 你好像也覺得他真的這樣嗎 對不對 所以主要還是他在表達上面那個情啊 這個部分事實上沒有到很到位 這是我 這是 這也是我覺得 這部電影可惜 因為他編劇明明就是編得還不錯 對 就是那一切事實上要靠演員去 把這個感覺詮釋出來 因為他很多台詞是寫得很不錯的啊 對 因為尤其是喬丹 他是少林寺的人 所以裡面的確也有人在問他說 其實裡面有還蠻多殘疾對話的 你知道 我 對啊 不是嗎 他最後就問說 對 就是你 金剛是什麼啊 然後什麼有沒有 他有講這件對話 但是然後每次回答的時候就會 哇 其實其實他也有在講一些 變對人生的方式啊 為什麼你帶人處事是這樣啊 什麼的 然後他用一些比較 他用一些佛家語去回應啊 然後這時候你會覺得 哇 其實很哲學 但是其實 講的事情很簡單 喬丰 他之所以 就是他說有些 他最後認為 喬丰就是像金剛這樣子的人啊 他最後不是有對話 像金剛這樣子的人 那個什麼 他也是 難道他是對的嗎 對 然後對方的思考 簡單的說就是你認為是對的就是對的的意思 有沒有 心之所至啊 什麼東西 然後他 然後也就是說喬丰最後就是 你對我不 那個什麼 你就是他其實是 完全是 以自成 以心靈 他心裡面想什麼就是什麼的 這種刺 刺成的心 然後在面對世界一切的東西 然後就對抗慕容父嘛 慕容父我剛才也講過啊 腹黑人 公於心計的人 他什麼都是算計過的 然後對抗這種完全沒有心計的人的對決 你知道嗎 對啊 但是 嗯 這也是這部電影到這邊收掉的原因啦 因為喬丰是個悲劇人物 喬丰在 天王八部裡面最後沒有善終 是喔 對 喬丰到最後最可憐的就是他事實上 他以他的刺成 以他的心理去去面對這些事情 他覺得他對不起每一個人 他不能對 他不能盡忠也不能盡孝 所以他在大家面前自殺 所以他在大家面前自殺 對 就你現在看到喬丰傳只是給他一個比較 其實也不是一個好結局嘛 其實也不是一個是有點是悲傷的結局 因為他愛的女人畢竟死了 他想要坦蕩面對的那個女人畢竟死了 對 然後而且老實說我覺得喬丰什麼時候愛上阿豬你知道嗎 發現阿豬為他做這種事的時候他愛上他 拿 拿 拿劍 欸 阿豬 欸應該要這麼講啊 阿豬 以為 他把 是殺人兇手的時候 然後他 他很後面了耶 對對對 我其實覺得喬丰是到那個時候 才 才感慨 喔 我自己覺得啦 對他 至少在至少我在小說裡面我覺得喬丰真的到那一刻 才 才那個時候才覺得那個時候他對不起阿豬 因為他殺掉 因為他殺掉那個時候 因為他 誤以為 他誤以為阿豬的爸爸是 結果他 打死阿豬 打死阿豬 結果阿豬其實也不怪他 你知道嗎 所以他那個時候他事實上是 就才才真的覺得阿豬是 跟他是有有很親密的關係 就這個女的在為了他著想 然後在 在那個擔心他 在這之前也許是有的 但是那是一種相處上面的習慣 沒有到最後真的 哇好愛你 他沒有講就是那一種 我們已經習慣彼此生活 但是兩個人好像也沒有很 是有點小曖昧了 但是沒有沒有真的我跟你講說我很愛你 什麼之類的 那個真的是到最後那一刻才發現 哇 你對我好重要 然後這時候就大悲 他那時候傷心的大悲 又是個什麼 捧著阿豬的師生 一直在路上 然後那個茫茫然然的走著這樣子 對 那有那樣子的一場戲 但是這部片裡面 比較把這一塊剝掉 因為他要提早讓他跟慕容復對打 你知道嗎 事實上他是抱著他 慢慢的走到賽外去 你知道嗎 就是很遠啊 走很遠很遠 就是他整個就 就茫然了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已經恍神這樣子 然後像瘋 像瘋漢一樣啊 對就是發瘋 有點發瘋 對 阿我特別提 朱跟 這個 應該說喬峰對阿豬 怎麼會從 原本 李英是敵人 然後後來馬上變成 變成 他 感覺起來好像他馬上就可以 認定 這個變裝的這傢伙 跟陷害我的人無關了 所以才馬上可以講說啊 是我害你 被 受內傷的 沒有那一段 他其實對他沒有真正的感情 他那個時候的確也認為說阿豬 那個時候 是線索 所以他不能死 在小說裡面 對 在電影裡面比較有點快快速的 讓這兩個人締結關係 就讓他吃包子什麼的 而且 老實說在小說裡面呢 那個時候阿豬去偷盜一金金 是一時好玩 對 並沒有這個陰謀 對 在電影裡面呢 就要想要把這些事情連結起來 所以變成是 因為他本來真的是慕容婦的婢女 對 小說裡面並沒有講說 為什麼慕容婦可以 隨便放人家婢女出去 在那邊亂跑 你知道嗎 對 慕容婦感覺起來 在小說裡面根本不太管他們 他們可以隨便去幹任何事 你知道嗎 對 然後慕容婦也是神出鬼沒的出現 出現了以後 好像也沒有真的要帶他們去幹什麼 這是一團非常鬆散的組織 對 但是慕容婦手下不是還原本有 就還有什麼包不同啊 什麼 以前是有那幾個人 然後會在那邊給那個慕容婦劍演 然後慕容婦才被推著走 你知道嗎 以前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次裡面這些角色全部都沒有 就變慕容婦變成一個非常 極有組件然後也很有組織性的人 然後 就是變成派阿豬出去 是為了要弄喬峰的 對 對 然後在 但這部電影比較有趣的點是 其實弄喬峰不只一個人 因老卑也弄他 連蕭遠山也弄他 而且蕭遠山弄他的那個 其實他背後的原因其實到最後最後最後 出來才知道說 哇幹他爸其實也是狠狠 你覺得為什麼蕭遠山要殺掉 欸 小說在電影裡面最後好像有講 對 蕭遠山 我沒看懂 不懂我沒看 啊你可以看懂啊 你如果看懂 你會覺得他爸很可怕 那我那段我沒看懂啊 就是他突然 欸 他爸是 什麼回事 他爸殺掉他 蕭峰的養父母 蕭遠山殺死 蕭峰的養父母 然後蕭遠山也殺死了蕭峰的 師父 對 對啊對啊 對為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 其實其實講出來還蠻明白的 你知道 蕭遠山覺得我一個契丹人 然後的兒子 被你們養成了漢人 喔 為什麼 你那個什麼 你代替了我 然後那個什麼 想了天倫之樂 我怎麼能夠讓你 你怎麼可以過那麼爽 你知道 所以 我要把 我要把他那個 養育他的父母 跟師父全都殺死 因為他已經把他變成了 不一樣的價值觀 對 對 所以我要殺死他們 這也是為什麼 後來蕭峰到最後 整個 錯亂的原因 因為他 一直以為 他到最後才知道這件事情 他最後才知道 養父母是被他親生父親殺掉的 他不知道要 因為他其實本身 又愛他的養父母 又想要為他養父母跟師父報仇 但是他的養父母跟 跟師父的仇人 是他親生父親 那請問他要不要報這仇 這就是他最悲 最悲慘的情況 他真的沒有辦法 你知道 是 對 但是蕭遠山的 蕭遠山後來 跟慕容伯 算是有善終 對 這是最有趣的 你知道 你現在去那個掃 中國的那個 中國的那個社群啊 什麼那個 什麼內容農場 最愛講這人啊 你知道嗎 掃地生 最後擊敗慕容伯跟 蕭遠山的是掃地生 就是少林寺裡面 有一個每天在那邊掃地的人 然後每天慕容伯跟那個 慕容伯跟那個蕭遠山 都會跑到那個什麼 然後 少林寺的那個長巾殼 去偷武功來看 對 然後他都 他是在那邊掃地 然後他每次看到他們 偷這個 都搖搖頭 這樣對你們身體有大害 對 然後說你們那個什麼 你們身體 你們如果練這個 身體會不好 那個什麼 力氣太重 你們的身體會開始慢慢 那個武功會反噬你的身體 這樣子 對 為了這樣子 所以呢 他很擔心他們的身體 你知道 擔心身體 對 所以說你們這個必須要 因為我們少林寺的和尚能練這個是 因為我們平常那個 心心寡欲 你知道 我們念經 你知道嗎 所以為了要讓你們可以 不要深受其害 我特別放了 經文在旁邊 讓你可以拿來看 你幹什麼誰看 沒有人看 然後 沒想到你們竟然不看 我真的覺得這個超好笑 你知道 對然後蕭遠山跟慕容博 還那個什麼 驚疑不定還攻擊他 你知道 那個人家 那個一揮秀就化解掉 你知道 對 然後後來就渡他 就真的是 這個和尚就把他們兩個給渡了 你知道 這兩個人就還 就是還想說自己這一輩子 那個什麼 要全身的這個麻養 然後那個 就有一點點那個 這個萬念俱灰叫自殺 你知道 對 自殺 其中一個那個時候 沒有他沒有講自殺 他說 我這樣怎麼辦 我這樣就死了就好 你知道 然後那個 找了一聲 那也容易 然後過去拍他印堂 然後拒絕 然後另外一邊 就是說 你現在 你的最大的仇人死了 那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那個人說 他死了 我好像活著也沒有用 然後還要深受這種心 因為他們兩個人都真的練功練到 身裡面有問題 對 然後但他不會隨便跟人家講的 你知道 只是到這個 掃地生跟他說的時候 他們才在那邊 欸 你竟然說出我心中最大病痛 你知道 對 你是不是晚上八便 屁股會痛 幹 都知道了 恐怖 然後 小野生也就說 他死了我也不想活 那也容易 拍一看 怎麼兩個人都死 然後看 然後原來那個什麼 原來是治療他們的 你知道 讓他們夾死 那個綿綿歸襲大法之類的 然後他們棄絕 這樣子 兩個人挑襲以後 醒過來以後 那個時候 他們恩怨那個時候 一切了 就是生死關頭 經過一輪以後 發現這事件 這件事情 實際上沒有意思 兩個人當即 剃肚 變和喪 然後兩個大仇人 你知道 然後 兩個人當即 剃肚 同時變成他的徒弟 好 這個是我覺得這個時候 當時 金庸的那個 裡面啊 的故事裡面最神奇 但是也覺得 最令人感慨的故事 你知道 就是 一到四 就到第五集的時候 那個什麼 所有的大壞人 到什麼 竟然都被杜化 然後這個被杜化呢 他講那一段話 那種又有殘疾啊 然後掃地生 當然也應該是金庸 的那個小說裡面 最強的角色 幹 都不知道他怎麼會 那兩個角色 基本上已經是那個什麼 已經算天龍八部的 那個什麼 高手裡面的天花板 竟然被他 隨便這樣一弄 所以那個 中國內容農場 超喜歡講這個人 你知道 對對對 就是那個什麼 掃地生 對 四大高手 兩根掃地生 對 掃地生 好啦 有趣的 很有趣 天龍八部很有趣 那個什麼 是可以去看小說的 然後我們 我之所以會喜歡 他覺得這部片好看 是因為 哇靠他 他有 他沒有躲避這件事情 他這整個故事 有把他編出來 沒有魔改 你知道 對那當然啦 曾子丹 顯然 自在打架 不在文系 對 所以那個文系 基本上那個什麼 他沒有說講的特別清楚 或者是那個情感上面 沒有特別的動人 對 對 我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嗯 阿豬就是這樣子 這裡面有幾個角色 我覺得他們情感發展 也讓我很疑惑 另外一個是馬夫人 嗯 就是我大概知道馬夫人 他為了某一些利益 想要陷害 然後陷害曾子丹 演的喬峰 可是呢 當那個馬夫人 那要拿刀 想要殺阿豬的時候 我就突然有一個疑惑 就是 你 知道你要陷害他 然後你有 你有你的盤算 可是你為什麼好像很 很恨喬峰 然後 人帶著也很恨阿豬 很恨喬峰 然後這時候呢 RPG就其實跟我解釋說 阿 他會這樣做 因為呢 他之前要勾引喬峰不成 所以呢才會 這個 才會那麼恨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說 喔那如果 有這樣子的解釋就合理了 可是如果沒這樣解釋的話 沒有他有講阿 他台詞是有講的 秀你喬峰 連看都不看我一眼 他有這句話 對 不過康明是一個悲劇角色 老實說 我覺得他這一次 這個劇本事實上 有把這個角色寫得更活一點 因為在原著裡面 他是一個 喜歡斷正存 然後想要霸葬斷正存 喔 然後 對 他其實是最愛的是斷正存 而且 而且是有點那個虐 他是很S的人 知道 他會把斷正存 馬倒 然後拿刀割他 對 然後就說 那個時候 我要你那個時候 是我的心頭 然後要你一直記得我啊 然後拿刀割他 然後斷正存 心中其實很害怕 但是他 那個時候 就還在跟他講情話 就算我死在你懷疑也好 那時候想說 幹斷正存 多情重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 電影裡面有講說 我真不知道是 什麼樣的人 要做這種事 我想說 幹就是你做的事情 就是你之前中的這個情果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都看過 知道是馬夫人搞的 你知道嗎 那就是有人說 有事是誰的 那個時候 真想不到是誰 要想嫁禍於我 幹 你之前那個時候 你結仇可結多了 我每個都是瘋牛仔 你知道嗎 然後 但是在這一集 這一部裡面 我覺得康明 其實有寫一個 就是他 他有加幾句台詞 那幾句台詞 我覺得 他其實有在講說 女人在這個世界上 很 很可憐 你知道嗎 我長得漂亮 然後每個人都想上我 你知道嗎 你光看 而且像是在 蓋幫裡面 蓋幫裡面 每一個長老其實都 都跟他有染 你知道嗎 對啊 那個其實是有一點 那個 但是事實上他自己 內心其實又覺得很痛苦 哇 這群死老頭都很瘦 你知道 然後而且每個人 都對我要做什麼 媽媽都很髒 你知道嗎 然後你們每個 可是你們都有權利什麼的 你們要對我做什麼 我能夠怎麼樣 你知道 那我但是 那個時候 我不會屈服 我會利用你們 然後接下來 在他心目中 喬峰就是 這些大男人 最近 最大的 最大的大男人代表 你知道 所以 所以那個什麼 這個人不看我 然後對他來說 又是巨大羞辱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其實覺得他寫 他寫這段是寫得不錯 對 然後他更痛恨的是 你知道 他其實應該也就是 沒有喜歡馬大元 你知道 你覺得 我覺得你要問他說 為什麼會 那個什麼 對阿豬下手 這種可以獲得幸福的女人 最討厭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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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蛤 蛤 ding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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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好多東西他 可能如果 解釋的更清楚一點的話那 至少我這個 這個沒沒看過原著然後對於很多 角色很細緻的動機不理解的 或是他們為什麼要做什麼事情 不理解的我可能會看得更順 我覺得對於沒看沒看原著的人來一般人來說的話 這這這這部片可能真的是當神鬼傳奇來看 就就看打鬥就看打鬥也看習慣了 對你就不會特別去注意到安蘇納姆對 對那個什麼 的心情是怎樣 對不對或者硬和田他的他的情感是如何 對不對然後很多邊邊角角的那些像是那個什麼 那那幾個冒險那個美國去的 報險家他們內心在想 不會吧你不會特別想 他就是很邊緣邊角的人 你現在是因為知道他是金庸的東西 然後你覺得他應該很博大精神怎麼我沒有感受到 那廢話你是看影視作品那個東西都被扁平化了 所以你想要看到 你想的又是你之前看小說的豐厚 所以在兩個小時裡面那個啥的壓縮你覺得感受不到這一段豐厚 我覺得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特別是 的確 這部片有一些東西 他沒有特別要深究 就是我剛剛講的其實這次單 武打比較想要弄 所以他沒有特別想那個他文系部分是有但是 我其實覺得他覺得他只是要負責任 沒有要沒有想要像梁朝偉那樣詮釋這個東西 對 這是我的 感覺啦 對要不然的話你要問我的話我覺得可能周潤發來比較適合眼強風 然後 就是那個他比較高大他比較有那個那個感覺 對我其實而且這部片 其實很香港 尤其像慕容傅跟段正存在講話那那個那個那幾個畫面 還有他們在房間裡面的畫面 哇那個好港片 那個只是現在只是用現代技術去拍以前港片的那個那種格局 對就是他那個樓台呀 什麼的還有煙雨江南的那個東西 那個其實是香港的東西呀 對 對就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我的那個價值 我的那個看法已經開始開始慢慢修正 大概在10年前 我還覺得那個時候中國人其實 中國事實上很難派出武俠 頂多能夠派派仙俠 武俠派不出來 因為我之前我那時候的論點是仙俠是一群有錢人 不食人間煙火在在空中 對 他們不用幹什麼他們講的事實上是宅大宅門跟門第之間的門第之戰 對不對 你每次看的就是這樣他們有武功他們可以幹嘛他們但是他們好像 沒有什麼那個什麼生活問題 你知道 所以他們也不會 沒有他們沒有在江湖打滾 他們是在 貴族之間的門第之間打滾 所以這這個東西 他們會寫是 因為中國 有很多 貴族子弟派系 你知道就是共產黨裡面的那個貴 他們在寫這種鬥爭的時候 要把它 植入 但是你要寫那個什麼武俠 這是低階層幫派 你知道一般平民幫派然後爬起來的故事 你知道 你看像那個什麼 楊過的那個叫花子 你什麼時候在中國人拍的那個神調俠裡面有看到焦花子的那個什麼 很淒慘 他跟馬上就已經去 那個部分都是幾乎 快速帶過 趕快 趕快進入嘛 對不對 那也是在電影裡面我其實覺得他們很難去理解那個狹義 你知道 就是 像 呃 台灣這邊的事實上就是所謂江湖恩怨難調 你說像那個 我常常最明顯 對不對 江湖恩怨難調 我想要脫離但是這世間那個少讓我沒辦法 對 可是我又很有情愛什麼的 那 但是我覺得經過這三四年 你知道 習近平 就是 溫家寶與習近平的政權的那個 讓整個世界有沒有 整個他們的中國的那個環境 是不是翻了又一翻 十年前跟十年 現在的 根本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你知道 對 那喬峰傳這時候拍出來我覺得他們 他們應該能夠理解這個 這個意境 你不覺得嗎 像我剛剛講那個社群的東西 你那種影射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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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那個那個 其實喬峰傳是很蠻明顯的武俠 對不對 他是一個從地上冒起來的人 然後他坦當他以為這樣子是 但結果這個世界上 那個人家想要弄他就弄他 對不對 這可不是仙俠 的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仙俠在那邊彈電帶啊 然後門第之劍啊 什麼東西 但是這邊不是 這邊是 這個世界要為難你都沒辦法 對不對 然後我要我一個人對抗全世界 然後我的 那個愛我的人就死了 那那那個那那怎麼辦 對我不會 那個時候我能夠打破全世界沒有 這是個悲劇的結局 他只要到塞外去了 對不對 然後放在那邊然後想像的自己 其實與他有在一起牧羊 沒有啊這是一個悲劇這是一個很慘的故事 對啊 然後你老你的父輩跟敵人的父輩還在那邊爭鬥 對這是這是這這也是蠻道地的武俠 對我覺得他們能懂 我其實覺得如果這部片能夠在對岸 大賣的話我覺得他們應該要能夠懂 對那那那一層 從你你知道為什麼台灣人會拍武俠嗎 因為政治太壓迫所以大家 大家才會寫武俠 進就那個時候還是禁書餒 對不對他講的東西其實在中在台灣這邊也是被禁的 在在50年前也是被禁的 因為你而且武俠這個東西講的是 那個什麼 非正 叫什麼 非官方勢力 你知道是 對如果像我之前講如果你講補塊這就不是武俠 你是警察 你是古代的警察 對不對 所以那個什麼 十面埋伏是武俠嗎 不是啊劉德華是補塊 金城維也補塊啊 他講的是公權力吧 對不對 對 對 那個什麼 英雄算是武俠 不是啊 對 因為他講的是那個什麼 兩個俠客最後 覺得政府比較好啊 這哪是俠 就是這個俠不想做俠啊 但是那個 對不對 那像那個什麼我們看的就是那真子彈這一部的喬峰傳 他在告訴你就是 這個是這個 那個什麼公權力代表是誰 蓋幫跟少林 這是公權力為難一個人耶 對啊 所以一個人要對抗全世界啊 對啊 那那個什麼他其實在告訴你這個世界那個什麼這個公權力就是吉巴 真的是這樣子啊 對啊 然後我們只能夠 我自己一個人那個什麼對抗全世界但是那個什麼我內心坦承 而已那當然 旁邊有些奸人想要利用這個局勢 就是他想要顛覆 對不對他也是他也是他也不是正派的 對慕容富也不是正派但慕容富也不是公權力喔 你知道 所以這故事是 兩個江湖人一個想要那個什麼一個想要爬上去 他要顛覆所有的我要弄你要爬上去 跟一個 我現在不想管政治的人 但是 那個什麼你這個人太吉巴我不喜歡你 而且你弄我啊 對不對所以我要我們兩個人要對決啊 對但是這個人還是雲由四方而去啦 對 對對 但是那個什麼金庸各類的武俠 他們最後幾乎都是放棄 他們都是不幹大俠 有沒有發現 大概好像除了郭靖之外其他人都是後來不幹大俠 都隱居去了 對不對 令狐聰勒 令狐聰是最不會去當 最不會去做那個 最不會去那個什麼 人家曾經有問過我啊 就是政治人物 令狐聰是政治人物裡面的什麼人 令狐聰根本不會去搞政治 對對對 就是他的師父 會去搞政治 左冷禪啊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岳不群都是 都是政治人物 都是為了要那個什麼 當武林盟主然後會有新會公於心計然後會 會會會會張羅很多事情 甚至把自己自公的人 對不對 但令狐聰就是那個什麼 令狐聰就是去隱居 他他就是對這一切那個 俠就是對這件事情都不在乎 對你看張武記是不是後來也沒了 不當明教教主啊 對不對 對然後楊過是不是那個什麼 古墓隱居去了 居 對啊 段譽呢 段譽也不想當皇帝啊 對不對 對虛竹 幹什麼人間 太爽了 他只想跟孟姑在一塊 好不好 喬峰呢 喬峰老實說我就是覺得他是最有責任感的 但是但是他是放不下這一點 所以他自殺去了 他自殺他受不了了 你知道嗎 但是 在目前你看到喬峰傳這邊 他還是屬於 好像你在這個小格局裡面看到他是隱居區 對他跑到塞外去 對 阿誰 哪一個 喔 我記得圓層智是不是那個什麼 圓層智他進 對啊他是 海外去了 海外的小島 海外小 海外的小島 對但是 蘇千仁籌錄事實上是很早期的金庸作品 對他他其實走的是這種 狹義 就是那種反親父寧那個年代的那種張悔小說 對 對 但是 誒 陳家座最後有成功嗎 應該沒有吧 啊沒有 陳家座最後有一個 他發現那個誰 是雍正還康熙 他兄弟是雍正 他的兄弟是雍正 然後後來發現說他本來要殺掉雍正 可是 發現他是他的兄弟之後 就不殺他了 然後希望他可以對人民好好的 記得所以他後來就走了 對 好啦如果你要講的話英雄事實上很接近這劇情 突然間決定不要革命 好吧 不過那個我覺得這個 比較早期啦 我覺得後期的那個金庸都已經不是這樣子 尤其是到微小寶那個年代 更不是 他甚至連狹義跟武功這個東西都在嘲笑 對啊 好吧 好啦時間 4點半 我真的是我拚了命的那個要天王八部喬風轉 好吧 不過那個時候我在回答你回答你 陳佑啊跟其他人大概已經 說出了我的感覺 對啊不過我大概講一下這個什麼武術好了 武打 我老實說我其實很喜歡這部片的武打 在一開始你知道他打九摩子的時候 其實就在定調這部片 武打的那個什麼 的調性 火焰刀嗎 對打 就是他一開始跟舅摩子打的時候是拆招了 是硬招硬碼拆招 對不對打一打然後那個什麼他棍子拿出來打打打打打打 有沒有把旁邊四個人打一打以後然後 舅摩子這時候突然間決定要使出真功夫 然後就使出火焰刀 就有火 對 當我看到火的時候我有點 這個東西用出來 對 我有這個 然後那既然有火 那那個什麼 喬峰就要用掌風 果然那個棍子拿起來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哇 帥 就是 真子彈拍 功夫片 絕對沒問題 對不對 他的直接啊什麼 拳打腳踢 我覺得 我覺得拆招 是漂亮的 當然啦 陳佑可能會覺得他的套招展 很好 很強 對但是 老實說呢 我覺得港片他們的套招感強 但是如果你那個練家子 就是打的人本身練家子的話 那個套招感就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 他會讓你每一拳看起來都很有力 知道是 如果你是張子儀去套招 你就知道他們只是在跳舞而已 對但是如果打的是李連傑跟曾子丹 你像那個什麼當年黃飛鴻打的時候嗎 他們也是套 但那個套的驚心動魄的 就是他們打的時候看起來超用力的 所以他們知道什麼時候動作看起來會很有那個力道 你知道嗎 所以這一場曾子丹打的是漂亮的 我覺得很 很厲害 對所以當他 那個時候那個 翔弄十八掌用出來的時候他 又又把那個 算是把特效加進去了 老實說這個特效加進去的融合是我目前看起來 最順 因為 之前有一個我真的覺得蠻失敗我自己不喜歡 像那個風雲 喔 第一集 我蠻不喜歡 第一集 劇還是 電影電影電我只講電影我不會講劇 對劇的那個等級跟電影的等級是不能夠封在一塊 對 所以我只能用電影的成本來算就是 像以前那個什麼風雲的那個年代還在九零年代末 所以裡面有幾段這種在樂山大佛打 冰冰幫 然後就乾媽真爛 你知道 不舒服 然後看那個火燒林營窟那一段兩個在那邊打 因為 風雲有一點 他他又想要跳脫時代感 所以裡面的人穿的衣服又有點時尚 一種時尚式的武俠 所以 可是他們的打鬥 讓我覺得 怎麼怎麼 之前至少我看到黃飛鴻那時候打那麼厲害 他怎麼現在就挑了兩個在那邊叮叮噹噹這樣子而已 所以就會覺得 我靠媽明明在那個漫畫裡面看起來這麼飛沙走勢那麼厲害 拜託你們套招套用力一點好不好 不要不要在那邊你你覺得這個蒙太奇新式武俠那麼打鬥就 就就就就就就這樣子而已拜託不要這樣 我靠的那個人是是正義劍跟那個誰 郭富城 郭富城跟正義劍 沒有我那時候講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們兩個人那個孽人王跟那個什麼 就是他們兩個人的爸爸 聶豐的爸爸跟那個 布金雲的爸爸 欸是嗎 喔沒有沒有 那個斷帥啊 斷帥跟那個什麼 跟孽人王 對 就在那邊叮叮噹的 幹 你們可以再去叫來看一次你知道嗎 因為他那時候可能CG 想說喔那個佛羅斯CG很像很厲害你知道就想要弄那個東西可是 你那個有時代的那個 障壁你知道你現在看就覺得那東西有夠假的 對 然後後來 還有一部就 對 應該很 痛苦的話那你看後來徐克派的鼠山傳應該就更痛苦吧 也也蠻 呃 鼠山傳 的情況是他 故事太鬆散 喔 對他他的故事超簡單然後他他的打鬥的那個特效 很繁瑣 然後可是 其實還算蠻華麗的啦 可是因為他是仙俠 所以我比較不會在意說他超他的拆招沒有 然後他真的是一直然後後面一堆東西就過去 所以 但是老實說我沒有很我當然不喜歡鼠山傳啊我對我來說那個把神仙打架 你知道 對 但是 老實說天龍八部大概是金庸的小說裡面最神仙打架的一部 對 在所有的武術裡面他的東西最奇怪他的東西是最 最那個時候會會出現劍氣啊無形這種東西的 有人說那個 是天龍八部他是氣宗之書因為他很多 武功都是跟內力有關 然後 笑江是劍宗之書 他講很多劍法 他們當然有點連貫像細心大法就是北冥神宮那邊來的 對 就是他還是有一點 他還是有一些連貫 但是有一說是認為說因為這個東西泥礦代比有代比 代比金庸 所以金庸的一些硬橋硬碼的打鬥那個什麼 你到了泥礦手中就突然間變劍氣 好嗎 所以這個劍氣啊什麼毒啊 然後那個什麼那個 六賣神劍啊火焰刀啊有沒有 然後吸掉人家的內地啊 這些 還有那個天山同島啊 弄了以後媽的那個還那個什麼還看起來像個小孩子樣 這些事實上都還蠻仙俠的 對不對這些蠻仙俠的但是呢 我覺得那個什麼電影有在這裡面找到一個平衡點 對啊 我覺得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講過我最喜歡的那個什麼 我覺得最接近 金庸的那個什麼 描述的輕功是臥虎長榮的那個 的輕功 就是那個 飛啊然後在竹林裡面 這樣子然後有一種飄逸的感覺好像 你 其實我覺得那個輕功是奇幻的沒錯 但是那的確是在武俠裡面很迷人的一段 煙雨萌萌啊然後那個飛過去啊然後帶著斗力有沒有 然後在雨中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哇這就是俠的浪漫 然後那是那是 那是我喜歡的 對但而且在我心目中仙俠 就不是這樣仙俠可能還是那個是飛走 對對對他們會有那個什麼 長長的袖子然後飄走這樣子 這跟武俠的不一樣武俠是 點了以後然後借力實力然後飛這樣子 對 對所以這個很微妙可能大部分人可能會覺得我們太龜毛但是對我來說 這這差異蠻大的 武俠跟仙俠不一樣 對 然後仙俠的東西那些武器就像法器一樣 所以他可以極盡華麗之能事 然後可以是是一間那個什麼可能是非常繁瑣的設計 但是武俠的東西他必須要講究實用 所以那根打狗棒是還蠻硬的 對不對 對那個那個打狗棒不是一根小竹子 那根打狗棒是可以打人的 對然後而且他不漂亮他是看起來就是你也知道我也能夠理解丐幫 怎麼可能會很漂亮的東西 對這就 我看的時候我就一直有一個疑惑 我不確定小說怎麼寫的 可是我就一直想說 你們是蓋幫 你們怎麼可能全部的人都騎馬 蓋幫裡面有錢到可以養馬 這樣子 對於 蓋幫裡面能夠騎馬有一種 沒有 好啦這個這個的確是小說裡面有講那你們沒有那個 你們沒有被講的 蓋幫事實上 以前的確都是都是乞丐 但是後來呢 有一些名門人士也有加入蓋幫 但是蓋幫以前的那個規則是所有人都要 一山藍樓的啊 不然你怎麼當乞丐 對你不你這樣就不是乞丐嘛 對 但是有些人有錢人進來以後呢 他們就不想穿那麼髒 對所以他們就有所謂的巫醫派弟子 跟靜醫派弟子 對 對小說裡面那個電影裡面好像有提啦 對靜醫派的那個什麼什麼 把什麼傳功長老什麼就是白世經好像也是經醫派的 他們家有錢 對 對馬大元也是有錢人 所以才會馬夫人長那麼漂亮 因為不然那些張張希希的人怎麼可以娶一個漂亮女孩 對啊那個那個那個什麼蓋幫演到後來是已經有一些人慕名而加入了 對所以那個什麼就就會是 所以那時候有馬也是 還有 在 天龍八部裡面的蓋幫 其實還蠻 入世的 沒有蓋幫好像一直都很入世 郭靜 這個年代也很入世 就是他們會 蛤 沒這種感覺 誰 我看射雕英雄傳跟神雕俠侶就沒有他們好像 可以騎馬的感覺 即使我知道有靜 靜醫 可是他們好像也是 大部分的人都是騎馬 我覺得 那個 小說裡面有講 蓋幫其實平常 不騎馬 他只有 做一些比較大事情 他會突然間 需要去做一些那種感覺起來比如說豬肩 你知道就 蓋幫常常在做這種事啊 就是那個什麼 什麼有什麼 銀賊啊什麼 他們會幫忙去把他們抓起來 對就是那個有一些他們是 是狹義之邦嘛 對所以有一些坐姦犯客的事他們也會把他抓起來 然後那個或者是那種有那個什麼 胡人啊 然後來過來欺負那個什麼漢人的時候他們也會 去去去那個什麼去去打他們還是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 後面那個什麼 喬峰 既然會常常要去打胡人 就是會會會那個什麼 為了 就是為了那個什麼 因為你會覺得好像 幫會為什麼去管國家之事 你知道 因為宋朝跟 宋跟療嘛 但是事實上在當代 宋朝顯然 只要療人進來 宋朝當地人顯然對這件事情是正一隻眼閉一隻眼 所以就會有療人欺壓漢明的那種情況 所以那個什麼 這時候蓋幫就會出手 他會偷偷 他會偷偷出手來做這件事情 而且這件事情感覺起來在金庸的故事裡面經常發生 因為到後來 直到後來 郭靖 還帶著整個蓋幫 然後抵抗蒙古大軍 守襄揚 對守襄揚啊 對那個已經入室 入室到 那個已經入到那個什麼 哇幹他都已經當國家 都已經當將軍了 你知道 我好像有設定 蓋幫原來就是拿來對抗外敵 的一個 沒有啊 一開始真的只是起蓋而已 只是你在講射雕的時候 他還有一個原因 我真的覺得跟蓋幫的那個幫主的風格也有點關聯 洪七公根本就 對 洪七公是一個非常淡薄的一個幫主啊 就是你會找不到他 你看喬 喬峰跟洪七就完全是不同個性 的幫主啊 喬峰 喬峰感覺起來挺入室然後很有責任感對不對 對但是我覺得洪七 就是一個他不想當幫主 但是但是洪七人 洪七的責任感還是有的 他該做的事情的時候是 但是他會躲 他會蠻躲的你知道 對啊 就是人家都在旅遊 他等吃東西 你知道嗎 以前看射雕英雄那最喜歡看黃蓉在那邊拿吃的東西 引誘洪七 然後 洪七就會在那邊 哎呀 那個什麼好啊 那教你一掌 這樣子 然後 郭靖就得到了一掌 這樣 就是 康隆猶毀 然後那一段也真的很好笑啊 對就只學一掌 然後別人打不過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個 郭靖每次在那邊打打打不過他就來一招坑龍遊鬼 然後每次坑龍遊鬼一來然後 對方就躲不過就只要打滾壁過 你知道 然後 然後 結果又回來再打打打打打 郭靖又打不過又坑龍遊鬼 好吧 Alright 好啦好啦好啦 那個什麼 我開心是來自於金優迷那個什麼 這麼久以來 那個什麼 有一部武俠片可以看 距離上一次的武俠片 真人武俠片喔 已經好久了 要不然 如果你不把蘇環真算進去 我們那時候是很感慨的 就是那個什麼武俠已死 那我們 我們都覺得 我們還把自己做一個設定 也許蘇環真還真的是那個什麼台灣武俠的那個繼承者 就沒人沒人寫武俠小說 也沒有人在演武俠劇啊 對那除了布袋戲還有還有誰喔 對而且 只是現在的麻煩是 好啦 我們那時候很麻煩是在界定仙俠與武俠 到底是要走仙俠還是怎樣走武俠 對我是拼了命的希望他是個武俠 對但是很不幸 也沒有不幸啊 就是也沒有多多不好就是 那個 蘇環真到最後的故事寫到最後還是仙俠元素跑出來 對所以我自己界定就是這是一個武俠時代的人開始踏入仙俠的 的世界 這時候因為現在的 霹靂是仙俠 有人都會什麼連劍都可以變成一個人了 他們的那個武器啊什麼都可以復活 那個然後附一個人然後蘇環真被雷劈死還可以活 就還有那個幾顆珠子然後丟到水裡面 然後那個都已經是做法的概念了嘛 對 但是但是在那個早年的 霹靂系列就是不是的是武俠片 對而且那個時候就是訪問皇上皇上也說就是武俠他覺得武俠就是 當地的那個以前的民間的人啊他們 沒有沒有什麼規則然後就是想辦法憑著一起去解決事情啊 對 然後才會寫出武俠這樣子的東西那 那所以就界定就是蘇環真在早年最早最早的時間點 他應該是武俠 只是他後來就是很喜歡買梗所以他就寫了 劍尾麒麟 球尾麒麟 對不對 還有大什麼什麼 大神那個什麼神通 那個大圓滿神通 對不對 當大圓滿神通出來的時候就瞬間仙霞 對不對 對在那之前我們其實一直希望能夠在打鬥能夠維持武俠的風格 所以就不會有劍氣 有沒有 前面打鬥幾乎沒劍氣的都是在那邊直接啊 對不對 直到那個時候那個 他突然間那個大圓滿神通洞出來突然間升起來哇元氣玉啊 對不對然後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蘇環真也仙霞化他這時候學會了一人三話 他可以一分三 對不對 所以就是開始 哇這個從這個時候開始就進入仙霞 就進入神仙打架 我覺得我其實個人覺得我這邊我們那邊控制還算不錯 我很努力在前面是有江湖恩怨然後 他他借書然後人家要 要為難他結果突然間蘇環真明明是一個 對其實他跟喬峰的歌詐欲是有那麼一點點像的 他覺得他是坦蕩蕩的而且他其實覺得他想幫人 結果突然間全世界人都錯都怪他 全都是他弄的 對不對 然後他又他又害死了師父 然後大家又說他害死師父有沒有 對這一切就是 結果這一切他很痛苦啊然後他 於是他到最後才悟才了誤這件事情 因為他畢竟是個聰明他跟喬峰不太一樣 對蘇環真到最後變得肝蕉狼 哈哈 對 對這個是 其實我覺得蘇環真的這個 他的俠 跟 喬峰的俠真的不一樣 蘇環真的俠真的是一個對世界 對整個江湖有責任感的那種 然後必須要掌握 武林皇帝啊 對不對 所以他事實上是有點 他太聰明了所以他在為他在背後掌握一切 對但是他好像有點武林警察的味道 我們以前常常在那邊描述啊就是 其實最早一版的劇本其實在寫他跟歐陽上智之間的理念衝突 歐陽上智其實 跟他 被描寫為跟他事實上幾乎都具有同樣聰明才智 但他們自私的理念是不一樣 歐陽上智 這個角色認為 武林太亂 所以我要一統 那我要給他們秩序當我給他秩序 那這樣不是最最好的嗎 對但是 蘇環真 要的事實上就是 比較無為之志的那種 讓大家維持自然的平衡與狀態 然後我只要 當有需要我的時候 我來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就好 所以 歐陽上智才會變成壞人 然後你仔細思考一下 蘇環真後來在霹靂布袋西遇到的各種超級大反派 每個都想一統江湖 是 對 而且你在這個世界上你只要在任何武俠小說裡面看到想要一統江湖他們都壞蛋 所以我那時候寫過 武俠是什麼 武林是什麼 我告訴你武林的基本概念就是一盤散殺 然後無政府 所以要為難這個 那個時候群俠就跟他為難 你知道 你怎麼可以讓我們那麼麻煩你怎麼可以給我 給我定規則呢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幫馬路上做交通規則 我們馬路就是給人過的 闖紅燈不應該要罰錢 你知道 你們如果有人膽敢要 制定那個什麼 那個時候 過路費啊 然後罰單啊 這種我都跟你過不去 我們群俠來找你麻煩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武林是這個意思 大家要的是 無政府 然後一種那個時候 欸 那叫什麼 非 非成文的規定 不成文規定 可以討論 可以 可以盧的 可以談 對 但是你只要給我白紙黑字我就受不了 我就要反掉 我就要反對這件事情 而且誰當頭 誰當頭是不是就會 最會有 就這樣就獨裁 不行 不可以有任何一個人當大頭 對 那就算素環真是武林皇帝 他的武林皇帝也是做了做癮的 傳說中的 他不出來 那樣才好 那時候覺得 台灣最愛這一套 你知道 你不要來管我 你知道 我自己管我自己就好 你不要給我罰單 你不要給我利歸的 給我收稅 你知道 幹 你們那個什麼 邪惡 你知道 沒有我那時候邪意大片 越邪越覺得很好笑 你知道 但是這為什麼 這種會吃 你知道 民間人愛看的 民間人最討厭人家就管他啦 對不對 所以 只要有一個公權力的那個什麼 籠罩的那種東西 對大家來說都是邪惡的 你知道 大家不是很喜歡說政府是有牌流氓嗎 對不對 同樣的概念 無政府地帶才是武林最 最理想狀態 所以你看到苦境 你知道 偶爾去看看霹靂哭在一起 苦境 什麼時候有組織啊 都很送散 都只有村子而已 你知道 對 偶爾有城 接下來就要被人家打破 你知道 就準備要被人家攻破了 你知道 你只要住個城 接下來就要被攻破了 你知道 你只要有任何有組織的 接下來就要一個一個死啊 你知道 沒有一個組織可以長久存在啊 都組織就是設計 設計出來給人家破壞 你知道 對 然後那個 唯一比較那個就是 極境 極境基本上就是有組織 但是那個什麼 他們也被描述 他們也很長一段時間被描述成是 資源缺席然後快要完蛋想要來攻擊 攻擊苦境 然後想移民到苦境來 所以前一陣子又來啦 就是什麼什麼 也是別的 某個地方的境遇裡面的那個人啊 然後他們那個地方資源缺席然後打算要來苦境來增骨苦境 對 然後當然是被群俠給回 給弄死啊 好吧 好啦好啦 這個是 提外話 時間也不早 10點57分 哇 還有人活著 好吧 明天就除夕了 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我今天 跟你們聊武俠 可以讓你們開心 好啦 好啦 那下個禮拜回來可能再聊聊巴比倫那些片吧 那你初二還在台中嗎 我一個我一直都在台中啊 還能去哪 那你有 我出了晚上我見駛兩把過來 在大牙 你家好遠 你有摩托車嗎 有摩托車但是騎 騎這麼遠 你住哪裡啊 我住在中心大學啊 中心大學有很遠嗎 感覺大牙喔 大牙在哪 中心大學 因為我妹以前念過中心大學啊 中心大學 好吧 我明天再 我明天觀察一下 對 研究研究再回應 好吧 先這樣子啊 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晚安 新年快樂 拜託拜託拜託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暫時 暫時 一群善良的暫時 暫時 正義在你 讓誰中汹涌 澎湃